两人刚回深城的第二天,丁克就知道陆玉驰过了,但他没说,还成天打击报复,吓唬陆玉驰,要是考不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陆玉驰觉得自己稳过,但也禁不住丁克这么吓,百分之百的信息愣是给降低到了百分之六十。 看着他提心吊胆的样子,丁克豪心豪意地说。 用不用,我找人给你问问。 能问吗?不方便吧?丁克不冷不热地说。 以后够老老实实的,结果还没下来,不知道你得一个什么劲。 陆玉驰别嘴不说话。 出去上班,我有空给你问。 我要是过了,你第一时间告诉我,省得我提心吊胆。 丁克恩了一声,看着陆玉驰转身离开的背影,憋不住唇角上扬。 结果陆玉驰刚从他办公室出来,就被费名截胡,叫到了副总办公室。 什么事?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一个? 坏消息? 你就不怕好消息的许悦,不足以弥补坏消息的打击? 我都是先喝药后吃糖。 费名笑了笑。 不开玩笑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你考试过了。 陆玉驰眸子微挑。 真的? 费名音声。 名单后天发布官网,现在只有各区的负责人可以看。 谢谢啊。 谢什么? 谢谢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在为这事担心吗? 我以为你准备得很好,就是去走个过场。 先行高手如云,又不是开军考试,谁也不敢说十拿九稳。 我这口气啊,现在才算正式落下来。 这倒是,有考过的,就有没考过的。 深城区有没过的吗? 费名点通,陆玉驰没细问,不用八卦这些,反正后天也要知道。 晚上有空吗? 前阵子,陆玉驰有被考当借口,如今是真没有借口好找了。 加之丁克晚上有应酬,他但笑着说。 淮南,陆玉驰有家日料不错,我请你啊。 我请你,恭喜你顺利升级。 别客气,你还偷着给我弟小道消息呢,这顿我请。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陆玉驰从费名的办公室里出去,正赶上三米跟在丁克身后汇报工作日程,两个人目光短暂顿失。 丁总。 丁克微微汗手,擦肩而过。 陆玉驰回到座位,给丁克发了条微信。 晚上我跟费名一起吃饭,前天咱俩去的那家日料店,随时欢迎监督。 消息发过去就时辰大海,陆玉驰熬了大半个小时,忍不住给丁克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通。 喂。 陆玉驰低声问。 干嘛不回我啊? 回什么? 危险。 去就去。 跟我说是想让我去给你买单。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去吃饭? 你不喜欢,没人会逼你。 陆玉驰压低声音的。 去吃顿饭怎么就上场到喜不喜欢了? 你知道我喜欢谁? 刚刚文明告诉我我考试过了,一起吃饭感谢他一下。 你问的,还是他主动说的? 他主动告诉我的。 丁克有气没处撒,本想逗逗陆玉驰,结果被费民给截胡了,搞得他现在说什么都成了马后胖。 我吃完饭给你打电话。 丁克忍着不爽。 行了,我这边有事要忙。 电话挂断,陆玉驰给丁克发了条微信,内容严谨一概。 我爱你。 丁克没回,陆玉驰大抵想得到他脸上的表情。 跟丁克认识这么久了,多少也摸清楚了他的脾气,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典范。 马上就要过二十九岁生日的大龄男青年,生气时惯爱口是心扉,像是不超过十岁的幼稚小朋友,非要他成天跟在屁股后面哄。 说一句不回,陆玉驰就说十句,二十句,满屏的我爱你,到底刷到丁克回了句。 滚。 陆玉驰边笑边回。 晚上跟费明吃完饭,陆玉驰直接开车来到丁克家里,车停在街边,去花店里买花,老板认识他,笑着打招呼。 还是红百合嘛。 陆玉驰点头,丁克不喜欢玫瑰,一点香味都没有,不如百合好,还能熏熏屋子。 买了一大树百合,陆玉驰拿着丁克给的房卡建的小区。 乘电梯上楼,书密码开门,房间里的灯竟然是亮着的,门口还有两双女人的鞋。 陆玉驰正意外,手机响,丁克打来的。 滑开接通键,丁克的声音传来。 你今天别去我那儿,我家里有人。 不等陆玉驰回答,客厅里走来了一个穿着藕色中长裙的年轻女人,鹅蛋脸,皮肤白皙光滑。 长得眉清目秀,是张陌生的面孔。 陆玉驰一闸不闸,女人微笑,腼腆地点了下头,随即转头道。 陈阿姨,有人来了? 很快,房间里又走出来一个人,个子不高,五十多岁,眉眼间有些丁克的影子。 陆玉驰暗暗地吸了口气,出声说。 您是丁总的妈妈吗? 你是? 我是陆玉驰,丁总朋友。 哦,我听丁克提起过你。 阿姨,您好。 你好。 手机还在通话中。 你在哪儿? 陆玉驰拿着手机道。 丁总,那个阿姨买的花我送来了,不用担心。 丁克马上猜到另一头的情形,压低声音道。 我不知道我妈突然过来,好像还带了其他人,我现在回去。 陆玉驰笑着应声。 好,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后,陆玉驰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阿姨,丁总正在回来的路上,让你们别着急,这是丁总钉的花。 陈秀玲上前接过,笑着让陆玉驰进来坐。 陆玉驰换鞋期间,陈秀玲把花塞给了旁边的年轻女人。 我跟彭彭说你来了,一定是她给你买的花。 女人小声道。 太不好意思了,一来就让她破费。 陈秀玲招呼两个人进去,顺道给他们做了简单的介绍。 陆玉驰知道,她叫杜小丹。 虽然陈秀玲没说明,但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家里给安排的相亲对象。 特意从江川带来深城。 房门再次响起时,是丁克从外面进来了。 她换了拖鞋往里走,紧张到车钥匙都没放。 目光强装镇定,往客厅沙发上打亮。 但见陈秀玲居中而坐,杜小丹跟陆玉驰一坐一右。 桌上又是水果又是典型,像极了下午茶聚会。 三人目光统一地落在丁克身上。 丁克不准痕迹地多看了沿路鱼池,而吼道。 妈,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陈秀玲笑着说。 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随着丁克走近,杜小丹起身。 还认得出来吗? 丁克心虚,不敢当着陆玉驰的面仔细打量别的女人,象征性地扫了眼。 记不起来了。 你小时候,胡同口第一家开小卖铺的杜奶奶,每次你买糖,她都会多给你几块。 记得,前年你说杜奶奶过八十大少,你还去参加了? 这是杜奶奶的孙女。 丁克特别尴尬,又不得不客气地陪笑,女人主动地。 我叫杜小丹,不好意思啊,突然登门打扰。 没事,都是老邻居了,小时候我也常去你们家玩。 丹丹比你小四岁,你上小学时,她还在上幼儿园,你初中就去市里读书,平时也见不到面。 其实我们当了十几二十年的老街坊,丹丹不爱吃自己家的饭,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咱们家里来。 你不在,不知道。 丁克戴笑不语,杜小丹轻声道。 我爸妈都说,我该给您叫饭钱。 陈秀玲满眼慈爱。 我巴不得你总来家里吃饭,以后天天吃都行。 陆玉迟起身,戴笑着说。 阿姨,丁总回来,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聊,我先走了。 陈秀玲不明所以,点头客气道。 有空来家里玩啊。 丁克跟陆玉迟一道出门,陆玉迟低头穿鞋,穿完往外走。 丁克穿着拖鞋跟出去,正在电梯口,陆玉迟侧头道。 出来干嘛? 丁克看着陆玉迟那张神色如常的脸,出声说。 我妈到家门口才告诉我她来了,还说带了个老家的人,我之前不清楚。 陆玉迟面不改色。 快进去吧,我回去了。 电梯门打开,陆玉迟往里走,兵克跟着跨进来。 陆玉迟健壮,眼带疑惑地看着她,兵克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妈怎么做,不代表我怎么想,你不用往心里去。 刚聊了一会儿,她人挺好的,没架子也不装。 她好坏跟我没关系,又不是来我这应聘。 陆玉迟勾起唇脚,胆笑不语。 丁克看着她,低声说。 笑什么? 可能我又自作多情了,我怎么觉得你现在慌得一逼呢? 丁克不动声色地回道。 我最讨厌教材两条船的人,你不用试探我。 电梯门打开,陆玉迟跨出去,丁克紧随其后。 赶紧上去吧,还跟着干嘛,想送我回家? 到家给我打电话。 嗯,我走了,拜拜。 陆玉迟出门,坐进车中,手机响,丁克发来的信息。 万年招呢? 丁克在楼上,手里拿着手机,等了半天没听到动静。 滑开平索看了眼,陆玉迟没回,陈秀玲坐在对面,五子念叨。 丹丹爸爸妈妈都是初中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 丹丹去年毕业开始,就在室幼儿园里面教小孩子画画。 我看过他给小孩子上课的视频,教得可好了。 杜晓丹双手交迭放在腿上,微微低下头,淡笑着说。 您别夸我,丁克哥在先行工作,什么样厉害的老师没见过。 我这点小能耐,在他面前都是慢慢怒服。 丁克抬起头,微笑着说。 老师优不优秀,跟教多大的孩子无关,越小的孩子越难教。 我就说丹丹以后要是有了孩子,一定会教得很好。 他温柔又有耐心,脾气特别温和。 丁克像是兄长一样,关心地问道。 就男朋友了吗? 杜晓丹摇摇头,视线微锤。 还没有。 我们公司不少跟你年纪差不多大的男老师,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帮你物色物色。 文言,不带杜晓丹做出什么反应,陈秀玲先变脸了,忙把话接过去。 丹丹不想找太年轻的,他喜欢成熟稳重一点,三十岁左右,跟他一样都是做教育工作。 大家平时有话聊,最好都是江传人,这样吃饭口味也一样。 丹丹心思单纯,跟小时候一样,我特别喜欢他。 不知根知底的人,我不能给他介绍。 这话,就差直白地告诉丁克,你说的就是你。 杜晓丹低着头,明显不好意思。 还没吃饭吧? 来的时候吃了一点,飞机上的东西是真难吃,胆胆也没吃几口。 走吧,先去吃饭。 三人下楼来到车旁,陈秀玲稍微退了下杜晓丹。 去前面坐。 杜晓丹也是两头为难,但明显忠于丁克,没有直接拒绝。 丁克洋装没看到,镜子来到正家一边。 没帮他开车门,杜晓丹自己坐进副驾,车子开到饭店。 杜晓丹家里来电话了,他出去接。 包间中只剩下丁克跟陈秀玲两个人。 陈秀玲压低声音问。 不喜欢? 丁克略微绷着脸说。 妈,你下次再带人过来,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早前你说带女朋友回家,我以为你今年就能办婚礼,还叫你爸问了父亲最好的几家酒店。 结果你这边说分就分。 你快二十九了,不年轻了。 跟你一样大的,二胎都上幼儿园了。 丁克面色淡淡。 二十九让你说得跟九十二一样,你说的是咱们那儿,大城市读完博出来,都不止这岁数。 你要读博我就不催你了,以前你说拼事业,先立业再成家,现在你事业也不差,该想想成家的事儿了吧。 在想。 光想,实际行动呢,我跟你说,丹丹是个好姑娘,家里不是大富大贵,就她这一个女儿,没有任何负担。 而且你挣得多,需要一个踏实本分的姑娘帮你守着家。 丹丹性格好,模样也好,你哪儿没看上。 哪儿都没看上。 丁克平静地说,陈秀玲醋眉,不等她发脾气,丁克勿自说。 我有喜欢的人,你这么突然把别人往我家里带,她会不舒服的。 第三百六十一集 陆玉迟什么都没干,就坐在沙发上发呆。 家里门铃响,她下去开门。 双手提着袋子的丁克出现在面前,不等陆玉迟出声,她无字往里面垮,同时把手中的东西递出去。 陆玉迟接过,其中一大袋是零食,另一袋里飘出熟悉的香味,是麻辣烫和炸串,都是她平时最爱吃的。 丁克两手空空,轻手立脚地往里走。 你先吃,我去当洗手间。 丁克站在马桶前解开库链,才刚开始,身后门响。 他一转头,一具高大身影直接从后面将他抱住。 丁克浑身一激灵,本能止住,一边藏,一边骂道。 陆玉迟,你他妈神经病。 陆玉迟紧紧地搂着他,闷声说。 你尿你的? 丁克气得脸色涨红,问候陆玉迟全家。 陆玉迟充耳不闻,俯身问他,两人在洗手间里撕扯扭打。 碰掉了洗手台上好几样东西,丁克不小心将雨精扯到地上, 又被陆玉迟踩到脚下。 十分钟后,陆玉迟跟丁克在茶几两侧对面而坐。 丁克一脸怒意未消的横里,身上衬衫被扯得皱巴巴的, 领口敞开,不是故意心改,是扣子崩掉了。 再看陆玉迟,他正笑着吃闸串。 下唇处明显一块烟红,乍看像是有淤血,实则是破了口。 跌了一根,在丁克面前。 你不吃吗? 丁克点了根烟,懒得回他。 陆玉迟自己吃,扎串上的辣椒,碰上唇上的心伤,疼得他倒吸凉气。 丁克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分明在说,活该。 你不怕别人看见,又不在我嘴上。 陆玉迟醋眉,一副为难的模样。 别人问我我怎么办,嘴欠自己弄的。 陆玉迟低头吃了口麻辣汤,唇上活辣辣的,他一边吸气一边道。 我就说嘴馋咬的。 丁克不禁滑茶,陆玉迟吃了几口,自顾道。 跟相亲对象聊得怎么样? 丁克打亮陆玉迟脸上的表情,近乎挑衅地问。 想听? 八卦跟麻辣烫醉配。 丁克谈了谈烟灰。 他对我挺满意,只要我点头,青年之内就能结婚。 陆玉迟露了串炸土豆片,没抬头,含糊着说。 你觉得呢? 没看出什么毛病,就像我妈说的,挺合适。 陆玉迟塞进嘴里一颗鱼丸。 女方来深城发展,还是你会僵穿? 她是有诗,在哪都一样。 陆玉迟吃了一大口面。 明天我帮你订玫瑰,她住你家还是住酒店? 丁克看着陆玉迟,看她能刚多久。 今天住酒店,要是常住,可以让她直接住我家。 我先帮你订99朵,等你们正式在一起了,我订999朵。 我们婚礼,你打算随多少? 陆玉迟端今晚喝了一口,随后说。 就冲这家麻辣烫的汤,我咬咬牙随个五位说。 丁克吹声道。 咬牙才随个五位说,差钱还是差事啊。 等你们生孩子,我包个大大。 话音落下,不知哪里戳到丁克,他随手一包纸巾甩过去,正砸在陆玉迟胸口。 陆玉迟连忙接住,晚一秒就要掉在碗里,抬起头,他笑得肆无忌惮。 谁先翻脸谁就输啊。 丁克一伸手,陆玉迟羞的往后撤,以为丁克要拿烟斗烫他。 结果丁克往他碗里弹了烟灰。 陆玉迟想要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眼睁睁地肉疼。 我看没吃几口呢。 丁克目光挑衅,分明在一笔之道,环师笔身。 陆玉迟靠在沙发上,哭丧着连说。 有本事冲我来,伤害手务之力的无辜算什么英雄。 大蛇大欺寸,伤的就是你心头好。 陆玉迟瞪着他。 罪毒难人心啊,你就是嫉妒啊。 丁克好心情地抽了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暗灭在烟灰缸里。 出声说。 我不好,你也别想好。 一回家就看到正派男友和相亲对象做一起啊,这么刺激还不够好。 光刺激有什么用,又不能交财两头船。 哦,心烦的事只能二选一,心里有结果了吗? 丁克不答反问。 你觉得这顿像不像散伙饭? 陆玉迟双臂交叉抱于胸前,一本正经地思索。 光是散伙饭不行,你得给我遣散费啊,毕竟我也是付出时间和精力的。 要多少? 我这模样和身材,品味和德行,怎么也得八位数起跳吧? 丁克小出声。 唐僧柔嘛,唐僧柔要我吃了才算,我就请你几次,你就这么狮子大开口。 你可以睡我,谁不让你睡了,你睡后我给你打个一折,多睡多打,只要睡得足够多,我倒找给你钱都行啊。 丁克到底没有陆玉迟脸皮厚,这种话他接不下去,默默地收回笑容弯了他一眼。 陆玉迟来劲了,突然对着丁克脱掉身上的T恤,露出身前的六块腹肌。 丁克眼神变了变,陆玉迟又去拽裤子,丁克从眉出声说。 你发什么疯啊,让你看清楚啊,我不比他差。 杜小丹相貌身材都有七分,陆玉迟不自烈,不往高处说,七分足够。 他说,他家里以前是卖石杂和凉油的,他家里也不差,卖石油的。 他是幼师,他上到十八九,下到刚会走都能教。 他性格温柔,深得陈秀玲喜爱,他也阳光开朗,深得身旁一众人的喜爱。 陆玉迟想了一个晚上,自己跟杜小丹比,优势在那儿。 说实话,很多,除了一点,性别,他不是女的。 丁克起身拦着陆玉迟,不让他脱裤子。 陆玉迟反手将丁克按在沙发上,哪怕擦痛了侠唇也要吻他。 丁克从最初的死扛到后来的渐渐放弃抵抗,最后干脆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陆玉迟用力地抱紧他,没说一句害怕,可丁克却清楚感觉到他内心的惶恐和不安。 瘴气的嘴唇上下一动,丁克出声道, 他们明天就走。 陆玉迟没问丁克是怎么说的,丁克也没告诉他,他几乎惹怒了陈修林,丝毫面子都没给的拒绝,气得他妈连家里都不住。 说是明天就走,也不让他送,丁克知道这么绝不好,可未来的路还很长,从一开始就优柔寡断,对不住陆玉迟。 明江西早上出门时,恰好在小区里遇见了陆玉迟,他挑眉说了句。 希克呀,考完是没留来丁克家里复习了吧? 陆玉迟心平气和地回答。 他妈来了。 你没去拜见一下未来妈妈? 他妈还带了一个相亲对象一起来。 明江西侧头。 呃,是他妈妈的相亲对象,还是给丁克介绍的相亲对象? 陆玉迟面不改色。 给丁克呢? 明江西淡定地问。 丁克什么意思? 陆玉迟身手点了点自己的侠唇,闭江西别开视线不说话。 陆玉迟已经忍不住勾起唇角。 你怎么不问我细节啊? 一大早没吃早餐你可以去找诚儿,他一定有兴趣吃全粮。 他想听,我还不想跟他说,他像个变态一样。 明江西忍不住乐,脑海中成双巴着陆玉迟问东问西,急不可耐的样子。 还真像个变态。 陆玉迟突然感慨。 还真羡慕你。 我怎么了? 每天都能跟喜欢的人住一起,想想都会哈皮啊。 你每天还能跟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我说什么了? 你试过看得见吃不着的感觉吗? 你吃不着丁克同样吃不着。 陆玉迟下意识地说。 他要没有我着急? 明江西意味深长。 你确定? 陆玉迟刚想点头,想起昨天晚上丁克的反应,其实也不是不想吧。 你这个沉默可有点让人想弄非非了。 我有的是精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明江西目视前方,淡定地说。 铁杵不好吗?为什么非要磨成针啊? 陆玉迟笑着说。 我怀疑你在暗示我。 我只是提出疑问,操作赞你。 陆玉迟压低声音说。 明老师给知己招呗。 别问我恋爱经验,我敢说你也敢听。 你连勤战都搞得定啊,肯定有你的独到之处啊。 一加一个教育方式,我都未必适合你。 重在交流,取长补短。 两人一路聊着往公司走,敏江西打完卡之后回家。 趁着秦家定还没来,跟睡眼惺忪的秦站腻歪了一会儿。 听到门铃响,马上翻下去,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往外走。 房门打开,门口无一例外的是秦家定。 他知道密码,但是自打秦站搬来敏江西这之后,他从来都是暗门铃的。 秦站爬起来,三个人吃了早餐,敏江西要给秦家定上课。 秦站收拾了一下去公司,最近他经常九点半之前去公司,吓得手下一众人以为要发生什么大事,恨不能二十四小时待命。 其实,他就是调了个左膝。 敏江西给秦家定上课不到二十分钟,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江叔叔来电的字样。 他愣了下,跟秦家定打声招呼,起身去卧室街。 喂,江叔叔。 手机中传来江月婷的声音。 杨夕,没打扰你吧? 没有,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你那边现在方便讲话吗? 敏江西知道,肯定是跟敏捷有关。 心里紧张,嘴上镇定自若地回答。 方便,我在家,您说。 是这样,你小姨怀孕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我想请你帮我劝劝她,你是她最在意的人,她会听你的话。 敏江西千算万算,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件事。 脑子短暂空白了几秒,她动了下嘴,慢慢盘说。 我想现在怎么样? 江月婷马上道。 你别担心,她身体状况,各项指标都很好。 我仔细咨询过,医生也说没有问题。 我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但你小姨不想要。 医生说,你小姨要是这台不要,以后未必还有自然生云的机会。 我劝不住她,想来想去,只能打给你。 敏江西用最短的时间冷静下来,平静地说。 江叔叔,猫妹问你一句, 您打算跟我小姨结婚吗? 我明白你的想法,上次我就跟你聊过, 我对你小姨是真心的, 爱护她,也尊重她。 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前, 我们一定会领证, 不会让你小姨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名不正言不顺。 江东那边, 我可能今晚或者明天回山城, 跟她当面谈谈。 江东会同意吗? 她一时半会儿可能接受不了, 但我不能让你小姨受委屈, 更不能让她因为我家里的事不要孩子。 她这么好, 更谁懂得幸福到老, 没道理跟我在一起, 反而连生育的基本权利都要放弃。 我没当过父母, 身边最亲的人就是我小姨。 所以之前第一次听说你跟我小姨在谈恋爱, 我第一反应就是, 无论如何, 不能让我小姨受委屈。 但我小姨说, 为人父母对孩子要一碗水端平, 他的孩子是孩子, 江东也是您的孩子。 如果非要委屈一个, 才能成全另一个。 我小姨肯定不会愿意牺牲别人的感受。 她做不到, 我劝也是白劝。 你小姨心里特别善良, 遇见她是我的福分。 她好, 我再更不能伤害她。 我家里的事有些复杂, 但也不是没办法解决。 你给我的时间, 我会身上处理好, 可能要几天。 你能不能请几天假? 回来替我照顾一下你小姨。 您不说我也要回去, 我先把这边的事交代完, 回去后跟你联系。 好, 我等你电话。 江叔叔, 我小姨没跟我细说您家里的事, 她叫我不要问, 我也无限打探太多。 只希望您尽量, 用温和一点的方式跟江东谈。 她对您在婚的问题特别敏感。 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打扰你小姨。 这是起义。 退一步来讲, 如果你跟我小姨结婚, 大家就是一家人。 我不想大家见面像仇人一样。 我不了解江东, 但我知道没有哪个孩子 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她只是在做一个儿子该做的事, 也许未必对, 但是您别用指责她的方式告诉她。 从她的立场而言, 她也没有错。 第三百六十二集, 挂断江月亭的电话, 敏江西马上打给秦战。 秦战正在开会, 还是第一时间接通。 西宝, 你在忙吗? 我有事跟你说。 秦战起身, 边往外走边倒。 怎么了? 密江西倾从眉头。 刚刚江月亭给我打电话, 我想也怀孕了。 秦战文言, 明显停顿了一下, 而后说。 她是什么意思? 她想跟我小姨结婚, 等我回汉城, 她就会深圳跟江东商量。 她跟秦战说话的时候, 没有刻意掩饰内心的不安。 秦战安抚道。 别着急, 我跟你一起回汉城, 你先处理自己的事, 把该请的价情好。 其他不用管, 我现在回家。 你不用特意跟我回去, 我跟你打成招呼。 有事电话联系就行。 秦战文声说。 别耽误时间了, 快去办你的事, 我家再商量。 密江西隐声, 挂断电话从主卧出去。 对正在做题的秦家定道。 嗨, 能伤了个事吗? 秦家定抬起头, 什么事? 我找个靠谱家教给你三代几天课, 你看行不行。 秦家定的目光明显一变, 密江西忙说。 不是我不教你, 我刚接到家里电话, 邀请家回汉城。 这次回去不知道几天, 不好意思拖着你和丁丁荣耗。 你这边同意, 我马上问他们两个, 争取别把课程落下。 秦家定在意的重点是, 你家里怎么了? 密江西本想直说, 可话到嘴边还是如实相告。 我小爷怀孕, 我要回去看看他。 这是秦家定跟密江西感情深, 最重要的一点。 密江西很少瞒着他, 哪怕是一些在旁人看来, 不方便跟小孩子说的事。 秦家定沉默片刻, 开口道。 我同意, 荣耀和丁丁那边我通知他们, 你去公司请假吧, 快点回汉城。 密江西心底意暖。 谢谢丁哥, 我先去到公司, 你在这就行, 等一下你儿说回来。 密江西拿起包, 匆匆地出门, 去公司的路上, 给丁哥打了个电话, 没人接, 肯定是在为民开会呢。 他到公司时, 找Sammy。 Sammy说, 废明在。 密江西敲响了 废明办公室的门。 请进。 密江西推门走进去, 礼貌地打招呼。 废总。 废明抬起头, 笑着说。 明老师。 打扰您, 我想请对时间的架。 废明的毛子微挑。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吗? 哦, 没有, 是家里有点事。 严不严重? 要是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你尽管说。 密江西微笑。 没有您想的那么严重, 其实不是坏事, 但是需要我回趟老家。 时间我也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要麻烦您这边 协调几个A级家教替我一段。 没问题, 我给你批价。 我刚跟黄彩老师和周建涛老师 大致聊了几句, 他们两个时间应该可以对上。 好, 我等会儿联系他们两个。 谢谢费总。 不客气, 你对学生尽职负责, 公司理应支持。 费明办事干脆利落, 前后不过十五分钟, 密江西从公司出来, 快步回到莱茵湾。 她前脚刚到, 很快房门打开, 秦站也回来了。 密江西在卧室收拾行李, 秦家定站在一旁, 跟她说荣昊和丁丁全部同意。 秦站走近, 出声道。 我叫人订了一个半小时后的飞机, 你收拾完我们就走。 密江西还是迟疑, 怕把秦家定一个人留下, 又怕耽误秦站工作。 出声说。 你送我去机场就行, 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不等秦站回答。 让我二叔陪你回去, 我要回别墅那边。 昌叔说阿金这几天可能要生宝宝了。 阿金是那条漂亮的黄金毛, 之前秦家定跟他提过, 还邀请他回去一起陪产。 秦站手臂搭在秦家定的肩膀上, 出声道。 我们尽快回来。 秦家定不以为意。 我又不着急, 你们不是去度蜜月, 主要照顾好姨奶奶的心情。 秦站第一反应是, 敏江西没有隐瞒, 第二反应是, 姨奶奶。 要知道, 敏杰是从不许秦家定当面喊他奶奶的。 再者, 奶奶怀孕了, 听着怪怪的。 敏江西刚把行李箱合上, 秦站马上放开秦家定, 过去帮他拿。 敏江西看着秦家定说。 你一个人要守候我方阵地, 我们争取快点回来。 秦家定靠在门边, 酷酷地说。 带我向姨奶奶问好。 敏江西张开双臂, 秦家定马上蹙眉躲开, 她说。 我要走了。 走就走, 又不是不回来。 敏江西撇撇嘴, 看来某人完全忘记是谁喝多厚跟他抱头痛哭来着。 三人一起出了家门, 敏江西跟秦站上车去机场, 秦家定回另一处收拾东西, 等下也要回别墅。 去机场的路上, 敏江西给江月亭发了消息, 告诉他几点会到汉城。 秦站坐在他身旁, 看他心事重重的模样, 轻声道。 别想太多, 这是好事, 明年就有弟弟或者妹妹了。 敏江西没法不想太多, 因为这不是弟弟或者妹妹的问题, 而是有或者没有的问题。 解决得好自然皆大欢喜, 若是解决不好, 秦站跟他十指相控。 没什么不可能的事, 我都能忍受跟江东占亲再过, 他有什么不能忍啊。 不得不说, 秦站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到位, 一下子缓解了敏江西百分之五十的焦虑。 几个小时后, 飞机降落汉城, 秦站派了车来接, 江月亭给敏江西打电话, 他也派了车, 秦站会办事, 二话不说, 选了江月亭的车。 四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小区门口, 敏江西刚下车, 就看到不远处迎上来的敏捷。 秦宝, 小音, 敏捷身旁站着坦白从宽的江月亭, 敏江西身旁站着有难同当的秦站, 两人平日里八杆子打不到一起, 很少碰面, 即便秦站跟江东是出了名的死地, 即便疯传秦站撬了江月亭的墙角, 可此时此刻, 他们不得不互相点头。 敏捷跟敏江西说了几句话, 把目光落到了秦站的身上。 都是我不好, 害你们两个放下工作跑过来, 我没事, 这不好好的吗? 秦站微笑着说, 想念您的手艺, 好不容易找机会过来接接禅。 没问题, 先回去, 晚上小姨给你们做好吃的。 你们回来我就放心了, 你们先陪她, 我有点事, 处理完就回来。 敏捷文言反应很快, 看着她道, 你别会深沉找江东, 你要走我马上去医院。 江月亭马上软下了口吻道, 我不会深沉, 我有工作上的急事, 今天必须要处理, 不行, 你看我计票。 我什么都不看, 你想走我不拦你, 我想做什么你也别拦我。 江月亭眼看着就要求她了。 小姐。 敏江西第一次谈恋爱, 也只有过勤战一个男人, 可江月亭看敏捷的眼神, 像极了被她逼得走投无路时的勤战, 那种紧张, 忐忑, 害怕, 甚至是无可奈何, 因为在意才会有所忌惮。 敏江西挽住敏捷的手臂, 面色镇定地对江月亭说, 您走吧, 我看着她。 敏捷指一句话, 你敢走? 江月亭立马道, 别生气, 赢下新气啊。 我回来看心心肯定好, 您放心走吧。 辛苦你们了。 你去找江东, 我也不会跟你结婚, 更不会生这个孩子。 江月亭狠下心不看她,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 江西给我打电话。 好。 看着她迈步就走的背影, 敏捷气得眼红。 江月亭! 敏江西很轻地择了一声。 大街上喊什么? 想让所有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找了个富豪? 她拉着敏捷往小区里面走, 敏捷正不过她, 回头时, 也只看到江月亭上了车, 她粗眉说, 这事你别管。 谁想管你, 我是替我弟弟妹妹说一句公道话。 敏捷还在生气, 可神色已经明显变了样, 沉默扮上, 开口道。 什么弟弟妹妹, 岳芬小就只是个胚胎。 他们现在很无助, 所以更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 你不用劝我, 这事没得商量。 那我的孩子, 你也别管我要不要。 敏捷羞的侧头。 你没怀孕吧? 敏江西不置可否, 敏捷看向秦湛, 秦湛也不敢乱说, 低着头不吭声, 敏捷粗眉。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要急死我。 敏江西淡淡地道, 急什么? 你说呢, 你们跟我不一样, 怀孕是大事, 千万不能草率做决定。 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我没有一时一气, 我想得很清楚。 你替江叔叔着想, 替江东着想, 还要替江东他妈着想, 你替你自己和肚子里孩子想过吗? 不等敏捷回答。 你想过? 只是想完还是决定豁出自己, 去成全别人。 你怎么这么大无畏啊? 一辈子一次的婚礼可以不要, 结婚证可以不要, 现在连孩子都可以不要。 这就是你要以身作则 交给我的恋爱官和婚姻官。 敏江西通诚平静, 但每个字都带着针尖。 秦湛从旁听着, 第一反应是, 幸好说的不是他。 三十多度的天气, 他愣是听得后背一阵发亮。 描了眼敏捷, 果然, 全世界人民都害怕命将心。 秦湛硬着头皮, 开口道。 有话好好说, 也不是想一不想要。 江叔叔是丧傲, 不是因为你才离异。 他跟江东的父子关系紧张, 也不是因为你才开始。 只要这个杰不解, 换谁就一样。 你舍身取不了意, 江东不会感激你, 我也不会认同你的善良, 和差别对待的母爱。 反正你以身作则, 你不要孩子我也不要。 敏捷眼泪掉下来, 秦湛低声说, 小姨, 您别往心里去, 她就这脾气, 平时对我也这样。 可以不往心里去, 我随便说说, 你随便听听。 敏捷另一边的眼睛也掉出眼泪, 秦湛特别难。 小姨, 其实, 西宝说的有道理, 大家都有难处, 所以要互相体谅, 问题出在谁那里, 就让谁去解决, 不能光靠一个人委屈求全, 就换取表面上的平静。 江东的脾气, 您以为不结婚, 不生孩子就没事了, 如果您跟他爸相处超过一年, 他要是不想方设法把你们搞散, 就算我今天这话本说。 他们家的问题出在江东对他妈的执念上, 他不能容忍他爸对他妈之外的任何一个人付出真感情, 如果哪天江东来找您, 让您跟他爸分手, 您答不答应? 答应了, 是成全江东。 那您和江叔叔呢? 您想过江叔叔心里会不会难过, 比起对爱人的孩子负责, 不该先对爱人负责吗? 敏捷吸了起鼻子, 开口道, 你们说的我都懂, 可我没办法伤害江东。 江东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江月亭当天下午的飞机飞回深城, 刚下飞机就打给江东, 嘟嘟声响了好久才被接通, 然而里面一声都没有。 江月亭早已习惯了, 江东向来如此, 他自顾道, 你在家吗? 我在。 我回深城了, 晚上回家吃饭。 有事就说。 我让阿姨做您喜欢吃的菜, 我们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我晚上要去没时间。 我们聊聊。 江东冷声道。 两时想说结婚的事就算了, 我不同意。 江月亭沉默了半上。 跟你聊聊你妈妈的事。 这一回轮到江东沉默了, 约好了晚上七点半, 江东回家时还不到七点, 家里阿姨给他开门, 见他脸色很差, 小心翼翼地打了声招呼。 江东沉声问。 他人呢? 先生在太太房里。 江东闻言, 脸色差到吓人, 鞋都没坏, 直接上了二楼, 一把推开房门。 江月亭回头看了眼, 然后淡定地转过头去, 拿着白色手绢, 擦拭高桌上白放的照片。 照片是彩色的, 里面的人肤白胜血, 明眸好齿, 眼睛跟脖子上的黑珍珠一样, 泛着柔和又明亮的光泽。 江东站在原地, 看不见江月亭脸上的表情, 只能看到他身前飘出的鸟鸟青烟。 他给南月上了香, 白皙的面孔上, 咬鸡引线。 江东锋利地口吻道, 过年都未必有时间, 回来给我妈上炷香,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江月亭背对着他道, 以前答应他的事, 叫食言了。 江东心底咯噔一沉, 脸上却是怒急返笑。 你答应他的事多了, 哪件做得到? 有件事, 他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告诉你, 我本想带到棺材里。 江东突然不知道说点什么, 总感觉今天的江月 第三百六十三集 南月生前信佛, 照片的另一侧供奉着象征慈悲的观音, 观音旁边还有一座笑口常开的弥勒佛。 江东记得南月心善, 但是很少笑。 江月停望着南月的照片, 背对江东说, 知道你妈妈为什么信佛吗? 江东醋媚, 讨厌江月停的拐弯抹角, 更讨厌自己心底对未知的恐惧。 他不出声, 江月停沉默良久, 开口道, 你应该还记得沈方寒, 你妈妈还在的时候, 每年都带你一起去祭拜他, 说他们是好朋友, 他应该还告诉过你, 就算哪一天他不在了, 你也要每年抽空去给沈方寒上炷香。 江东耐心有些, 冷声打断。 你跟我提沈阿姨干什么, 想说不是我妈亲生的, 沈阿姨才是我亲妈是吗? 江月停脸上的表情, 江东看不到, 等了半晌, 才听到江月停说, 我年轻的时候跟沈方寒谈过恋爱。 城市帮了他一些忙, 你妈妈听到风声, 跟我吵得不可开轿, 说我们是旧情复燃, 说我是趁虚而入, 还说, 人家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我跟你妈妈年轻时关系就不好, 可能是我没给过他足够的安全感, 也可能是他逼得我没有喘口气的机会。 我们没办法沟通, 他看我一身的毛病, 我看他也是一身的缺点。 那段时间我躲着他走, 他跑到我公司里闹了一次, 情急之下, 我跟他提了离婚, 他走了, 我以为冷静一段时间, 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结果他直接订了票, 去找沈方寒。 我不知道他跟沈方寒说了什么, 当天你妈妈回深城, 沈方寒在外地出事, 抢劫和抢奸, 一势两命。 警察很快破案, 抓到嫌疑人, 你妈妈特别慌, 说不是他做的。 我当然知道不是他, 他只是给了沈方寒一张银行卡, 逼着对方必须连夜走, 沈方寒把那张卡放在家里桌子上, 还写了道歉信, 解非说抢劫时, 沈方寒什么都愿意给, 除了他手上的戒指。 我当时问你妈妈, 还怀疑吗? 后悔吗? 有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歉疚和负罪? 我问他, 你有儿子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别人没了父母, 没了老公, 本应该有孩子陪的, 凭什么就这么死了? 江东绷着毫无血色的脸, 想反驳, 可嘴唇怎么也张不开。 打从他用印象开始, 江月亭和南月的关系始终紧张, 江月亭回家, 两个人吵, 不回家, 南月一个人关上门砸东西。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南月突然转了性, 不再暴躁易怒, 不再自怨自艺, 而是痴瞻年佛, 修身养性。 江东一直以为, 这些年都是江月亭逼的, 以为南月没有办法改变她, 所以只好委屈自己。 可是江月亭说, 我知道你妈妈本性不坏, 是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 让我们一步步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 刚出事的时候, 她害怕, 怕沈方汉会怪她, 怕沈方汉肚子里的孩子会怪她。 我没法说让她偿命的话, 但我也没法原谅她。 她请了一屋子的佛, 什么都摆, 想要赎罪。 过了两年, 才只剩下这座观音和弥勒。 她跟我说过, 不求沈方汉和沈父原谅, 只希望别抱怨到你身上, 希望你能善良, 能笑口张开。 你小的时候, 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你跟妈妈好, 理所应当。 我跟你妈妈说过, 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 她说你有权知道所有真相, 等到你长大一些, 她会亲口告诉你。 那些年, 她情绪已经很稳定, 我知道她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 但我没想到, 她会那么不开心。 对你妈妈的死, 我有不可推析的责任, 你怪我, 甚至恨我, 我都无话可说。 我没办法让你释怀, 也没资格教你这么善良。 江东存在身侧的双手, 不知何时紧握成全, 死盯着江月亭的背影, 开口道。 说这么多, 竟然瞒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突然又想告诉我真相? 江月亭转过身来, 看着江东, 出声说。 我想结婚了。 江东一秒都没得, 立声道。 你想都不要想。 在南月的一向前, 在南月面前, 想都不要想。 你妈妈去时候, 我想了好多年, 是不是我在商场上 坐得太多害人时, 所以注定我身边的人 都这么恨我。 我也想过, 一辈子不再婚。 但我现在遇上了 能过一辈子的人, 我曾经对不起很多人, 不能再对不起他。 江东怒气返笑。 你拿我妈的死, 想通的道理, 去给别的女人承诺。 江东气到浑身无力, 明明除了气氛, 没有其他的感觉, 可是眼睛不知道怎么, 就是看不清楚人了。 看不清不要紧, 他固执地说道, 是不是敏捷改变主意, 又想让你娶他了? 不是他想嫁, 是我非要娶。 江东想笑, 但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本就白皙的敏红, 苍白如纸, 俊美也变成了扭曲, 什么都不想说, 他转身欲走。 别去找敏捷, 算我求你, 他怀孕了。 江东背对着江月亭, 背挤将直, 明明一米八五的大高个, 此时却莫名地单薄无助。 江东不说话, 江月亭恨求道。 我求你了, 有些错意但犯, 这辈子都弥补不了, 最不能原谅的那个人, 是你自己。 江东猛转身大声道, 我用不着你拿我妈的例子来教训我, 你算什么, 你爱过他吗, 你爱过我吗, 你最爱的就是你自己。 说完, 他转身就走, 一秒都不想再溜, 心底说不出是愤怒多些, 还是伤心多些。 青灯蛊佛了这么多年的妈妈, 其实一直都是在为自己的过错赎罪, 他较劲了那么多年的爸爸, 其实也是有口难言, 只有他, 彻头彻尾的混蛋, 一个不讨喜, 也学不会怎么讨喜的人。 南岳亲手割断脖子大动脉的时候, 没有想过他, 江岳亭嚷着要娶别人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他, 因为他不被任何人记在心上, 就连真相, 他也是托其他人的光, 才有幸知道。 江东开着鲜红色的法拉利冲出了家门, 却在刚到机场时被自家保镖拦住, 他气红了眼, 当众跟保镖打了起来, 最后还是败在了敌众他寡, 被保镖带回了家。 重新看到江岳亭, 江东竖起浑身的道姿, 红着的眼睛里充满了恨意。 一刹那, 江岳亭满心无力, 终究是报应。 秉出外人的空旷房间, 父子二人四目相对。 你要怎样才能答应啊? 江东挑衅又决绝地说, 除非你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江岳亭目不转睛, 沉默扮上后道, 你说的没错, 我在你妈妈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 以前我对不起他, 现在不想再对不起别人。 如果没遇到真正喜欢, 想要照顾一辈子的人, 我不会告诉你真相。 就让你妈妈, 在你心里永远完美无缺, 但你对她的爱伤害到别人了, 敏捷没做错什么, 是我一开始没告诉她我的家庭情况, 是我自私地以为, 可以走一步看一步, 又是我执意地想要给她一个家, 给她一个女人完整的家庭。 你可以恨我不负责任, 但有些人是无辜的, 你不能伤害她。 江东心如刀绞, 他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疑问, 如果当年江岳亭像爱敏捷一样爱着南岳, 结果还会是这样吗? 他问不出口, 因为结果显而易见, 南岳不是敏捷, 三十几岁的江岳亭也不是现在的江岳亭, 有些人的成熟, 终究要熬烂别人的尸骨, 南岳只是很不幸, 没在对的时间里出现。 江东突然沉默, 持续良久的沉默, 江岳亭害怕, 毕生道。 我不是好丈夫, 也不是好爸爸。 你妈妈去世前几年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能善良开心, 可这些年你从我身上只学到了自私和冷漠, 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报应, 但是能不能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想学着当个好丈夫, 好爸爸。 江东低着头, 面无表情地开口, 你说这番话是为了敏捷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吗? 你是我儿子, 没人能改变这个事实, 我不会为了任何人丢下你。 江东以为自己很平静, 可他看到落在两脚之间的一滴水滴, 为什么要流泪呢? 为什么一点点的好就会满足呢? 活了二十几年, 终究还是那个什么都有, 却什么都没有的无知少年。 我要去汉城。 江东开口, 江月亭一声不吭, 房间里只有死一样的安静, 这时, 手机铃响, 打破了这份压抑的沉默。 江月亭看了眼来电人, 起身出去接, 门外, 江月亭划开了接通键。 江西, 你好江叔叔, 你那边现在方便讲话吗? 什么事, 你说? 不知道你跟江东谈怎么样, 如果他想要汉城, 你别拦着他。 江月亭愣了一下, 慢慢拍说, 我正在跟他谈, 他一时半会儿很难以接受, 我不会让他去汉城打扰你们。 您不用担心, 我小姨现在情绪很稳定, 我们下午也聊过了, 不管你跟江东谈得顺利与否, 都该让我小姨和江东见一面, 有些话, 也只是和他们两个面对面谈, 我知道您的顾虑, 但现在不光江都有话跟我小姨说, 我小姨也有话跟她说。 能不能成为一家人考虑是缘分, 但有些事, 没有必要那个仇恨的地步, 你说呢? 江月亭沉默片刻。 你小姨也同意吗? 我们家乡来敏住, 他不愿意的事我不会被他做。 江月亭早就看出来了, 敏捷跟敏江西谁是长辈, 还真不是按照年龄算的。 敏捷知道自己怀孕最初, 第一个怕的是江东, 第二个怕的就是敏江西, 私存了半场。 我带江东一起去汉城, 如果倒是他哪里说错做错, 请你们多包涵, 是我妹在中间处理好。 我想有心的准备, 这是选择的代价,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为自己负责是最基本的义务。 好, 麻烦你照顾好他, 我们这边尽快过去。 挂断电话, 江月亭重新推门进去, 江东还坐在原位, 连姿势都没变过, 江月亭轻声道, 我们一起去汉城。 江东没有抬头, 声音很淡。 宝贝过了。 我们多少年没像今天这样, 说过这么多话了。 你知道, 我刚才黄山想到什么, 我觉得有点开心。 以前怕吵架, 都快忘了你说话什么声音了。 江东咬紧牙关, 想讽刺江月亭故意卖惨失弱, 可他开不了口, 因为喉间满是酸涩, 哪怕江月亭是假的, 可他还是忍不住认真, 在嘲笑对方之前, 他还要先嘲笑自己。 刚刚是闽江西打的电话, 他说明天想跟你见面, 你有什么话, 可以跟他当面说。 江东终时忍不住吃香。 不怕见完我之后流产, 你确定他怀孕了吗? 孩子是不是你的? 这话要是放在今天之前, 江月亭肯定会抄东西, 可现在, 他也只是平静地站在原地, 慢慢上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 哪怕死前的最后一秒, 只要诚心悔过都不晚。 你妈妈早就不怪我了, 我也不怪你妈妈。 那些我们来不及善待的人, 他们一辈子都会在我们心中, 不会被忘记。 能不能给现在活着的人一点机会, 我们都善良一点, 活得开心一点。 江东不痛不痒, 一声不吭, 余光瞥见江月亭在他面前站了很久, 最后很轻声地说了句, 你早点休息, 我们明天去看城。 视线里的那双裤腿和皮鞋没有了, 房门开了又关, 江东移动不动, 没有心如刀脚的痛感, 也没有想象中的怒眼滔天。 他脑海里不受控制地盘全着一个念头, 他今天跟江月亭说过的话, 比过去几年加一起还要多, 更别说眼泪了。 南月死后, 这是他第三次在江月亭的面前流泪, 前两次都是十年之前了。 血缘这个东西, 有时候诡异到让人头皮发麻, 就像他继承了南月的偏激和执拗, 又复制了江月亭的冷漠和无情。 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反抗着, 自以为是的觉得自己是在替南月捍卫身份。 其实, 他只是在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证明自己在江月亭心目当中的地位, 自私, 可悲, 又特别可笑。 第364集 秦湛因为, 闽江西回汉城, 肯定会把敏捷供起来, 毕竟谁都知道还原最大。 结果闽江西回来第一天, 把敏捷对哭了三次, 还不许别人找台阶那种, 搞得他只能默默地给敏捷地纸巾。 并且企图用眼神向他传递信号, 这种时候一定要先认错, 他有经验。 敏捷被敏江西教育的服服贴贴的, 反应过来之后, 抽搭着看向秦湛。 这晚上想吃什么? 秦湛顿时觉得自己像是杨白狼, 关键敏捷也不是他说哭的, 他很快当。 跟您开玩笑, 我们晚上随便吃点, 我点餐也行, 您现在这样不能下厨。 我没事, 你好不容易来趟汉城。 你俩晚上想吃什么, 我来坐。 敏捷害怕敏江西, 不敢提出质疑, 秦湛也看他脸色。 随便一点, 我帮你。 敏江西看向秦湛,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牵怒你。 秦湛余光瞥见可怜兮兮的敏捷, 试探道。 你别生小姨的气, 小姨也是讲道理的人。 敏捷赶紧说。 我听你的, 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敏江西的脸色缓和了些。 你进去躺一会儿, 饭好我叫你。 敏捷跟秦湛打了声招呼, 起身回到卧室。 秦湛也跟敏江西回到他的房间, 房门关上, 他从后面抱住他, 嘀声说。 看见你对谁都是一视同仁, 我心里好说多了。 我又不是暴君, 我哪做错你们也可以说我, 只要说的有道理。 不敢。 我给你的特权, 别人不能说你能说。 秦湛俯声吻他, 推着他往床边走, 敏江西被他压倒, 伸手抵在他胸口, 低声道。 算了, 我今天没心情。 秦湛伸手扶着他的脸, 垂目逆着他说。 心疼, 才半天就有点憔悴了。 你将西叹了口气。 操心的面啊, 秦湛忍不住勾起唇角。 感觉你才是小姨, 小姨是外甥女。 有些人骨子里天真浪漫, 爱情至上, 这辈子都改不了。 他谈的恋爱也不少, 没有一次修成正果。 我说他就是典型的强疾责辱, 情深不受, 他还骗不清闲。 现在又遇上江东他爸。 看着江月亭对他的样子, 我是真不知道该替他开心还是担心。 我不同意。 米江西又眼神失忆。 情深不受, 你现在留有余地吗? 我爱你的前提条件有很多, 比如你也要爱我, 不说不就爱得多, 最起码要对的。 你不能出轨, 无论身体还是灵魂, 甚至你说你爱我, 但是下一秒没有这一秒爱, 我都会受不了。 我的爱情里太多先决条件, 注定不会是盲目的飞蛾扑火。 看着秦湛的眼睛, 我还想过你要是出轨, 或者其他原因导致我们分开。 我肯定要找一个比你好很多的男人, 不争馒头争口气, 我气死你。 秦湛眸子微眯, 吹声说, 不聊不知道, 你脑子里还想这些。 敏江西抬手, 拍了拍自己心口的位置。 没办法, 心就是这么长的, 自私又小气。 你是精明又酸气。 喜欢吗? 喜欢。 敏江西捧着她的脸, 拉低亲吻。 喜欢还这么多废话。 亲站在她船上, 用力损了一下, 抬头道, 有人爱狠辣, 有人爱天真。 你觉得小姨这么多年, 还没吃一欠长一智, 但最起码, 她这次挑的男人, 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愿意为她付出代价, 没有临阵脱逃。 就爱情这一项, 她没选错人。 敏江西低声说, 不一定对的就是好的。 有几个像是我这种, 我想娶, 我们全家都抬着轿子在这等你嫁过来啊, 人生嘛, 先选择后承担, 没什么可说的。 敏江西被她前面的比喻逗笑, 她无法想象秦战, 秦峰, 秦家定, 还有秦云安, 四台大轿的画面, 那真真是良有不齐啊, 看见她笑。 你一定不知道自己笑起来多好看。 敏江西没出声, 秦战雾字道。 别总摆着张脸。 我又没跟你生气。 杀鸡儆猴, 我能不害怕吗? 敏江西的眼睛一瞪, 秦战立马改口。 不是这意思, 就打个皮方。 敏江西伸手掐她的脸。 你要一直表现这么好, 知道吗? 秦战任她揉捏自己, 含糊着说。 我表现得好, 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敏江西把她扯下来轻, 很小的声音道。 你不惹我生气, 我就让你高兴。 秦战搂着她, 在她耳畔低声道。 现在生气吗? 敏江西瞄懂她的眼外之影, 主要是嗅到她身上散发出的 浓浓的荷尔蒙的味道。 低声说, 去送来。 秦战马上翻身而起, 敏江西跟她约法三章。 第一,不许搞出声。 第二,不许超过四十分钟。 第三,不许不遵守前两条。 秦战软磨引炮, 敏江西使劲能浑身泄疏, 两人看看一个小时结束战斗。 她洗完澡穿着睡衣, 低头打开行李箱。 秦战不着寸礼地坐在床边, 一边等她给自己找衣服, 一边打电话叫人送餐过来。 两人从卧室里出去, 敏江西去厨房找食材, 准备给敏捷炖汤和爱吃的菜。 秦战从旁, 一本正经地说, 我要不要给小姨露一手啊? 我怀疑你是江东派过来的卧底。 爱情确实能使人忙, 我现在已经会选择性失明了。 敏江西哭笑不得地说, 还真是难为你了。 喜欢你, 才会宁愿难为自己也不想难为你, 小姨是真心喜欢江月亭。 敏江西没说话, 她当然知道, 如果没跟秦战在一起, 没有切身体会爱一个人的滋味, 她可能早在当初就让敏捷跟江月亭断了。 好好的日子不过, 何苦去趟豪门恩怨的浑水呢? 亲妈还没当伤呢, 就先给人家当后妈。 但是现在, 她做不到这么理智气壮, 也没办法不拖泥带水。 感情和理智就是天生的子弟, 不动心六亲不认, 动了心认人宰割。 敏江西很有心情, 却告诉秦战自己爱的理智, 从未告诉过她, 她早已把刀子递到了她手上。 她爱她, 伤她, 只是她一抬手的事。 她不会说, 永远都不会说。 江东跟江月亭下了飞机, 直接上了四驾车。 车上, 江东开口说了今天的第一句话。 我不去她家。 江月亭很快道。 她在饭店等你。 江东抿着好看的唇袋, 不再说话。 高挺鼻梁上架着黑色墨镜, 遮住了三分之一的面孔, 精致又冷漠。 车子停在了某三层饭店的门口。 二零六, 你自己上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江东推开车门, 身后江月亭忽然叫道。 东东。 江东身行一顿, 两个人互相看不到 对方连上的表情, 没多久。 吃点东西, 你从来到现在都没有吃饭。 江东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转上车门, 进了饭店一路上了二楼。 没敲门, 他静止推开了二零六的房门。 对面是张圆桌, 背对门口的女人转过头。 看清是谁后, 马上站起来。 江东面无表情地往里走, 敏捷用笑容掩饰尴尬, 出声说。 这么快就到了, 坐, 我叫人给你拿壶新茶。 江东不知可否, 直接在主位上坐下。 店员进来, 敏捷询问江东的意见。 你平时喜欢喝什么茶? 汉城这边好喝的茶也有很多。 江东一声不吭, 敏捷眼底尴尬更是, 让店员推荐。 咱们店主推彩花毛巾, 还有龙峰, 松针和雾茶, 都卖得不错。 江东突然开口。 彩花毛巾是什么? 敏捷终于等到他开口, 忙接的。 是绿茶的一种, 很清新, 你没喝过可以试试。 江东不看敏捷, 对店员道。 绿茶好, 符合某些人的身份, 来个十壶。 店员明显感觉出气氛不对, 两头看了看, 吃一说。 我们这儿可以续茶, 您点一壶就够了。 不重要食壶啊, 你们不卖啊。 敏捷的脸早就红了, 却依旧微笑着对店员道。 麻烦你帮我们拿十壶。 说吧, 重新把目光移到江东那头, 面不改色地说。 直接把菜也点了吧, 听你爸爸说, 你不喜欢吃太辣的。 江东墨镜后的目光陡然冷下, 沉声道。 恶心, 吃不下。 店员别提多尴尬了, 眼睛都不知道往哪摆, 装失明, 本就不容易, 装失聪更难。 敏捷合上了点财布, 轻声对店员道。 那就上我之前点的那些。 好的, 两位请稍等。 店员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包间中只剩下敏捷和江东。 敏捷起身, 给江东倒了杯温茶, 出声道。 要跟你说声抱歉, 我们总共见过三次面, 两次都让你不开心。 这次, 还千里迢迢地给你找步痛快。 江东一言不发, 敏捷重新坐下, 望着对面的人道。 些润润嗓子,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我都听着。 江东靠在椅子上, 虽然墨镜遮住了眼睛, 可他在看他, 并且一闸不闸, 这种看不见神情的对视, 更让人心底不安。 他不开口, 扮上有人敲门, 是店员进来送茶, 两名店员端着两个推盘, 整整十壶茶。 放在那边吧, 谢谢。 店员走后, 敏捷给江东倒了杯新茶。 你说的没错, 我是养而无信, 出尔反尔, 答应不会要孩子, 可还是有了孩子, 答应不会跟你爸爸结婚, 可现在, 还是想结婚。 我也不知道, 我哪来的脸约你见面, 跟你说这些, 你怪我是天经地义, 我自己都想不通, 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江东一动不动, 几秒后说, 你就是用这招, 哄得江月亭妃要娶你啊。 我知道你不是针对我, 你只是不想你爸爸, 真心喜欢上, 除了你妈妈之外的任何人。 江东沉声道,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讨论我妈? 敏捷一眨不眨地回答, 请为我爱你爸爸。 江东无声嗤笑。 几十岁的人了, 还演什么纯情少女, 江月亭是二十几岁的谈你了, 突然想换换口味吗? 我快三十八岁, 你爸爸五十二岁, 我们家在一起九十岁的人, 也许没有你们年轻人, 对爱情的冲动和炙热, 但我们, 也没有多少年, 可以肆意妄为地挥霍, 所以我们很珍惜, 因为不知道分开之后, 还能不能再遇上一个, 这么合适的人, 也许分开之后, 连再找的勇气都没有。 你说的没错, 我已经不年轻了, 你爸爸要想找年轻貌美的, 大把人在, 我这些年做生意攒了些积蓄, 虽然跟你爸爸没法比, 但足以满足自己对物质的需求, 现在的年轻人都说, 爱情要门当户对, 权衡利弊, 我跟你爸爸权衡过了, 我们真的很怕分开之后, 下半辈子都会后悔, 为什么当初没有再努力一下。 是, 没有爱情可以活, 但人都自私, 都想活得更开心一点, 对不起江东, 对不起, 让你为我们的自私, 承担痛苦。 敏捷一夜没睡, 满脑子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真有载天之灵, 南越看见他们这么欺负江东, 会不会特别心疼。 他现在也是当人母亲的人了, 所以他真不想让江东难过, 可敏江西和秦湛都说, 江东痛苦的来源不在他这儿, 而是江越亭和南越不幸福的婚姻, 以及他从小就缺失的父爱和母爱。 敏捷低着头, 不敢让他看见眼底的泪, 怕他会说他在作戏, 更怕他忍不住流露出心疼, 会刺激到他, 他没有妈妈了。 江东未必会知道敏捷心里想些什么, 但他向来火眼金睛, 看得穿真心还是假意。 敏捷说爱江越亭是真的, 说对不起他也是真的, 小心翼翼是真的, 无可奈何也是真的。 他跟南越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两个人, 江东清楚地记得, 南越的强势和偏惊, 也许是江越亭的错, 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可江越亭要是真的那么爱他, 又怎么会忍心抛下他一个人呢? 说到底, 没有那么爱吧? 江越亭替南越守口如瓶了十几年, 哪怕被江东恨了十几年, 也不愿意开口, 但是为了敏捷, 他愿意了。 说白了, 江越亭不是在江东和敏捷之间做取舍, 而是在南越和敏捷之间做取舍。 他从不曾为自己开脱, 只希望江东能够善待敏捷。 江东一闸不闸地望着对面的人, 像是要替南越看清他到底输在什么人手里。 江越亭不爱他, 哪怕他活到现在, 两个人也早就落得离婚的下场了。 他刁难敏捷有什么用, 改变不了江越亭不爱南越的事实。 这一刻, 江东突然骑身。 第365集 敏捷抬起头, 江东已经绕过半张桌子往门口走, 他张开嘴, 却没有叫住他。 原本还想说他肯定会对他好, 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 可这样听起来更像是道德绑架, 让他点头答应, 现在最难受的人本就是他, 他真的没资格要求他忍着自己的痛苦, 去体谅他的痛苦。 江东一路下了楼, 推开店门往外走, 江越亭从车上下来, 紧张地叫了声, 东东。 江东充耳不闻, 越过他往前走, 一辆车恰好停在他面前, 车窗降下, 驾驶席上是一张熟悉的脸, 两人四目相对, 几秒后, 江东拉开车门坐进副驾。 车子往前开, 敏江西目不斜视地说, 安全带。 江东沉声道, 找死。 话一落下, 敏江西一脚踩在油门上, 陡然加速。 这边是新区, 路宽, 车少, 仪表盘上显示八十码, 前方绿灯倒数。 他明明可以冲过去, 却直接杀在了斑马现金。 江东猛地往前一探, 伸手撑在了车前。 生气, 气刀爆炸, 但是偏偏无话可说。 红灯很快转绿, 敏江西又是猛地加速, 这次不用他提醒, 江东自己把安全带进上。 开了一会儿, 他方向盘一转, 上了高速。 到高速上开得更快, 江东把车窗升起。 车内顿时安静下来, 他突然觉得, 这副场景很是熟悉。 想了一会儿, 恍然大悟。 在深城见敏杰那次, 是他开车, 他做副驾。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江东一眼不发, 看他耍什么花样。 敏江西也不出声, 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他将车子停在了露天停车场, 熄火。 下车。 江东慢慢拍地从车上下来, 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水, 水面上还有船。 敏江西带他来了江边码头, 顺着甲板上的四轮游动, 他早就订好了包厢, 甚至点好了菜。 店员走后, 他出声说, 你出来的时间比我预计还晚了十分钟。 太多脏话要骂, 你是办课讲不完啊。 敏江西面色不改。 我估计你看到我小姨 应该气到不想讲话。 别憋着, 这里风景好。 骂脏话也要讲个试心话意。 江东隔着墨镜, 看着敏江西。 干嘛, 想暗示我大度一点, 心平气和一些啊。 这是我用来暗示我自己的。 没人逼你, 你自找的。 我想一几斤几两我心里清楚, 他要是能劝动你, 我从这儿跳下去。 江东笑了。 想鸡我同意啊? 我不会游泳, 也没想为别人的恋爱寻情。 那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要说单纯想带你欣赏一下汉城风景, 你信吗? 江东皮笑弱不笑的。 你要是不想跟秦老二在一起, 想来伺诱啊, 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哦。 敏江西一眨不眨地看着江东, 不够言笑, 一本正经地回答。 说实话, 你长得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秦战更帅。 江东猝了下眉。 你没长眼睛吧? 我看你不觉得是看男人。 江东顶着乌云盖顶的心情, 愣是被敏江西给气笑了。 笑了一会儿, 他问。 你想试试? 你戴个墨镜干嘛? 眼睛肿了? 江东收起笑容, 望着敏江西冷声道。 你想也没看够, 现在你也想来看我的笑话? 你有什么笑话可看? 江东没有回答, 店员敲门进来上菜, 两个人, 八个菜, 八样点心, 一份汤。 吃吧, 都是汗成特色。 江东不动, 敏江西盛了碗汤, 自己喝, 边喝边说。 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轻则绝食, 重则自杀。 你再说一句。 江东的声音又冷又崩, 敏江西面不改色, 甚至头都没胎。 我说我妈又没说你妈, 我问了我小爷两次, 你妈到底怎么回事, 她不肯告诉我。 都是没妈的孩子, 用不着这么敏感。 江东没出声, 敏江西自顾道。 我劝你最好吃点, 船马上就开, 都一圈五个小时。 这儿没你在乎和在乎你的人, 你饿死也没人心疼。 话干话, 敏江西话音刚落, 江东胃里就发出咕噜声。 这种生理反应, 非人为可以控制的, 跟气不气愤, 有没有骨气, 一点关系都没有。 江东不知是真的饿坏了, 还是想通了, 拿起筷子开始吃东西, 两个人谁都不说话, 就这样默默地吃了快二十分钟。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情侣约会呢? 知道的, 其实是冤家聚餐。 敏江西戴上一次性手套, 拿起盘中的大闸蟹, 干脆利落地拆分好一盘, 放在江东面前, 他看都不看。 拿走。 你不是爱吃螃蟹吗? 谁告诉你我爱吃螃蟹了? 你爸。 江东筷子一停, 很明显感觉出来他气不顺, 果然几秒后开口道。 安静地吃会儿饭不好吗? 跟你爸生气跟螃蟹是什么气? 我们这边应激的河蟹, 很好吃。 好不容易来一趟汉城, 除了一肚子气, 总得带带其他东西回去吧。 江东往后一靠, 沉默好半天, 开口问。 秦老二怎么受得了你啊? 敏江西面色平静地回答。 喜欢自然受得了。 说吧。 你尝尝螃蟹。 江东很快被敏江西折磨疯了。 这药不是在江上, 他不走, 他走。 敏江西看着对面低头吃螃蟹的江东, 出声说。 可以吗? 嗯。 他爱达布里。 不比你之前吃的差吧? 嗯,嗯,好吃。 回去我就开个河蟹公司, 专门推向你们汉城的河蟹。 江东已经明显开始敷衍, 敏江西气而不舍地问。 跟你小手笔呢? 江东低着头, 没动。 他记忆里为数不多的三个人欢乐时光, 最深刻的就是一次江越亭出差从外地回来, 给他带了礼物。 南越也很开心, 晚上吃大闸蟹, 南越给江越亭剥蟹, 江越亭没顾上吃, 亲手给他剥了一只。 在那之前, 江东是不爱吃螃蟹的, 放下筷子, 江东抬眼, 冷淡地开口。 你到底想干嘛? 敏江西回视他。 为什么非得用敌对的方式证明自己有多重要? 江东沉默了片刻。 你以为自己有多了解我, 当个老师就觉得自己谁都能教育了? 别误会, 我一对一辅导收费很贵的, 今天纯粹是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聊聊天。 想劝我回归正途还是拥抱幸福呀? 得了吧宁类, 有这时间想想怎么去忽悠初高终身的钱吧。 你真的误会了, 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 此话一出, 江东脸上的表情可想而知, 他不知道该摆出冷漠还是愤怒的样子, 因为敏江西十足的坦然, 不知过了多久, 江东开口。 可怜我之前, 先可怜可怜你自己吧。 他只是没名说, 他没爸, 也没妈。 像是我们这样的人, 其实特别好沟通, 隔着墨镜, 我都能猜到你心里想什么。 没错, 你爸活着, 我爸到现在还生死不明。 我最烦别人自以为是了, 你没妈我也没妈, 我们就是一路人了。 你这样子跟我几年前差不多, 都说男人比女人成熟的晚, 看来是真的。 你爸跑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找过你。 别人碰你远了一下, 你就要回见对方一刀。 你现在还在找你爸吗? 总觉得把对方伤得体无完肤, 就可以当自己从来没有疼过。 你想不想你爸? 我想啊。 敏江西回得干脆利落, 而后一闸不闸地问。 你想你爸吗? 江东沉默。 我比你早经历几年, 你现在的情绪和感受我都有过, 不是你的话伤不到我, 只是我能比你更好的掩饰。 我们这种人, 天生比童年幸福的孩子, 多两项本领, 愈合速度和演戏的本事。 你是不是觉得一年比一年冷漠不尽人情? 有时候对着别人笑的时候, 心里全是些阴暗恶毒的想法, 还有嘲笑别人看不穿。 你说我自以为是, 你呢? 天真的觉得自己足够冷血, 可以六亲不认, 但是每次遇到你爸和他女朋友的问题, 无一例外都会暴跳如雷, 脚黄了还是觉得心里空牢牢的。 现在你爸非要娶我小姨, 你脚都脚不好, 你不是怕财产要外流, 你是怕你爸有人赔。 那个人在你看来, 善讨好精算计, 是你学不来, 也不想学的样子, 所以你害怕, 你千辛万苦想要拆散, 宁愿两个人孤苦伶仃斗一辈子, 也不要有个外人来抢你的东西。 我说对了吗? 不知何时, 你将细的目光变得优深, 原本深褐色的瞳孔现在几乎墨色, 他在说江东, 也在说自己。 其实不用问, 江东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 靠在椅背上, 江东侧头看向窗外。 这么多年, 从来没人敢当着他面说这些, 大家都只会背地里议论他的乖张和讨厌。 难听点说, 说他没妈缺教养, 好听点说, 说他死了妈很可怜, 他向来都是看心情, 心情好了就全当没听到, 心情不好了就会把这些人拖出来折磨一番, 没人在乎他心里讲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不太在乎, 因为无需太费力地掩饰, 外人又看不穿。 可是今天的敏江西, 他说的每一个字, 都在扒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外衣。 敏江西同样侧头看向窗外的江面, 蜜色如常地说道, 我们这样的人只要期待的那个人能回馈一点点好, 足够我们心里添好久。 江东放在桌下的时候, 手指微颤。 我没你这么多愁善感啊。 一模一样的可是心扉。 没看他, 他望着远方说, 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不讨喜, 不是学不会怎么讨喜, 而是不想学会了去讨不爱的人喜欢。 我们心眼太小, 只装得像那几个人, 一门心思想要讨那几个人的喜欢。 说是讨, 其实高高在上, 非要等对方来求我们, 他们先试好, 还要试好九十九次, 然后我们才从高台上假模假式走下来, 装作一副举足轻重的模样。 你说就这副心思, 别说亲生父母, 神仙的受不了。 江东桌下的手紧握成全, 包厢中安静了好半场。 喝酒吗? 说吧, 不待江东回答, 自顾暗铃叫了服务员, 而后对江东倒。 我不是算命的, 你想喝什么酒我猜不到。 服务员敲文走进来。 你好,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你们这儿最贵的酒。 我们这儿, 红酒有冷费, 一九八二, 白酒有茅台特供。 一样两瓶, 他买单。 服务员看向金竹敏江西, 敏江西点头微笑, 用目光肯定对方的疑惑, 他就是对小白脸的宠爱。 酒拿上来, 当面大看, 江东仰头, 喝了一小杯白酒。 酒量不高就慢点喝, 这里不是深城, 没人送你回家。 这不是还有你吗? 敏江西明哲薄身。 我跟你可费亲费故的。 用到我的时候就相识一场, 用不到就无情无故啊。 敏江西灭不改色。 无才谁肯起草, 立即不是必修客吗? 江东看着他说, 我可以不为你身边的人讨厌你。 敏江西看着他回道, 我谢谢你。 没看出来啊。 像你现在这么小的人, 能不迁怒, 已经说明我的人格魅力非常强大, 只能说错你识货。 江东唇角勾起。 你现在是在跟我演戏吗? 敏江西不达反问。 你猜? 江东看了他半上, 如实道。 你段位比我高的那么一点, 不过也没什么好得意的, 只能说明你比我过得还惨。 敏江西不为所动。 对我而言赢就是好事, 管他比什么。 江东仰头又喝了一杯, 直到现在, 他不再否认敏江西跟他是同类人, 不光是同类人, 他还是比他段位高的妖怪。 看似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实则都是在提醒他, 他的任何想法都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 这种感觉特别的不爽, 敏江西喝了一杯酒, 无比淡定地说道。 不用害怕会被看穿, 我也没有本事改变你的想法, 就是看见你, 好像看见眼前的自己, 对别人不会心思手软, 对自己总还有点善意。 给你一点过来人的经验, 希望你少遭点罪。 你的经验就是让我点头? 我要是你, 我会转头。 第三百六十六集 凭什么我的喜怒哀怒要有别人操控? 哪怕那个人是我最亲最近最爱的人? 只要他让我伤心难过身不拥挤, 我一样会忍痛割暗气足宝剧。 经历过大喜大怒和人情冷暖的人, 最该学会的, 就是人不畏己天出地面。 敏江西举止端庄, 神色坦然, 如果只看脸, 完全就是天使的化身, 可听他说的话, 就会知道有披着羊皮的狼, 就有穿着天使外衣的魔鬼。 九月份的汉城正值暑期, 江东的心里却是冰凉冰凉的。 他何曾没想过弃之不灵, 可他做不到, 他骗过全世界的人也骗不了自己。 他想要的根本就不是一刀两断, 而是江月亭低头认错, 百倍不长。 因为求而不得, 所以他撒泼打滚, 像是逃不到玩具的小孩, 十几年如一日地让人讨厌。 到了杯酒, 他仰头喝下, 再倒, 再喝, 再倒, 再喝。 等到第四杯时, 敏江西把他面前的酒瓶拿走。 喝得急, 江东喉咙到胃里都是滚烫滚烫的, 他压着活气道。 醒不起啊。 怕你喝出个三成两短, 我没法跟你爸交代。 江东突然被戳中了笑点, 边笑边说。 哼,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敏江西拿出手机, 调出几分钟前跟江月亭的聊天记录, 给江东看。 没骗你, 他确实担心你人身安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该担心我吗? 你爸一副泡我给你麦儿的口吻。 江东不想看, 可眼睛控制不住, 一目十行扫过手机屏幕, 看到江月亭拜托敏江西照顾好他, 舍底翻酸, 他笑着侧头看向江明。 敏江西低头拆螃蟹。 别管真心还是假意, 吃足吧, 我爸连让我发鞋子的机会都不给, 我只能做梦, 跟他老死不相往来。 江东平复情绪, 开口道, 想找他吗? 敏江西把蟹黄沾醋塞进了嘴巴里, 吃完后道, 以前想, 现在不想了。 他要是想你, 一定会回来找你, 他要是没回来, 一定就是不想你。 这是我今年之前的想法。 江东墨镜背后的眸子微微挑起, 略有意外。 有什么新的解体角度啊? 敏江西优雅地吃着螃蟹, 淡定地回道。 因为不想让一些人看见我特别丑陋的一面, 大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不会劝你, 对你爸善良一点。 因为我要是见到我爸, 肯定也做不到百姓笑为心。 我最有可能的是, 先上肩排调解员, 再上肩排说法, 谁劝我打谁。 道士吵得不可开交, 闹得乌烟瘴气。 我跟我爸的关系, 能不能调和还是未知数。 那些曾经因为我淡定理智的性格粉, 肯定会对我大失所望。 干嘛非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不堪? 聪明的, 就该未雨重谋及时排雷。 江东唇角勾起四笑非笑的胡动。 你是在跟我聊心理话, 还是在套了我呀? 敏江西抬手, 递了个螃蟹过去。 现在呢? 江东脸上笑容变大。 我从来不自己剥。 敏江西把螃蟹拿回来, 边拆边倒。 是在等你爸给你剥吗? 江东笑容有点僵致, 敏江西不为所动, 物质说。 我今天给你当个爸爸。 他拆好一部分就递给江东, 江东也是来者不拒, 边吃边倒。 说一千倒一万, 还不是为了你小姨。 我要说为了你闔家欢乐, 你肯定告诉我哪凉快哪呆着去。 自私点好, 全世界都不爱你, 还有自己爱自己。 自己。 江东说也不是百分之百 为了我小姨, 你信吗? 别说是为了我。 江东不知何时, 泄掉了浑身力气。 此时仿佛又回到了平常 那副百无聊赖的贵公子模样, 吃着漂亮女人拆好的螃蟹, 喝着酒, 看着景。 我朋友很少, 一直少, 就适得过来。 你应该可以赶成身手, 长得好看的人, 做什么都是错。 连少交几个朋友, 都能被人扣个高冷的帽子。 江东带笑不语, 吃着敏江西持续拨好的鲜, 敏江西也是头不抬眼不睁, 自顾道。 其实根本不是不想叫, 而是懒得花时间和精力, 去跟人走一遍 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 总怕对方拖点什么。 更怕万一相处得来, 以后就要花更多时间 在对方身上。 我特别不喜欢被人 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比起怕缺点, 我更怕有软肋。 我以为活得清心寡愈 就能无牵无挂。 生活的作用名, 就是只谈买卖, 不谈感情。 用这个宗旨, 活了十几年。 发现还是挺奏效的, 心里人越少, 担心跟伤心就越少。 我觉得一辈子这样也挺好啊, 直到我发现这个宗旨里面 有个漏洞。 心里放的人越少, 我对他们的爱恨就越浓烈。 我的爱本来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会让人觉得疲惫, 更别说是恨。 我恨一个人, 就是巴不得对方去死。 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别这么自私, 但是我可以试试 多接受一些人来。 那些人是挺麻烦的, 会让我操心, 但是他们也会给我带来开心。 我仔细全衡了一下利弊, 这样一举两得, 既没有吃亏, 还唠了个不孤僻的好名声, 身边都说我比以前讨喜了一点。 江东听后面不改色, 严谨一概地说道, 这就是你给我提的意见, 多交朋友。 尹江西镇顶依旧, 听起来有点扯, 但确实有效。 你心里只想着你爸妈, 他们有钉点风吹草动, 在你这儿都是实际避震。 你跟楚金行关系好, 心情差躲起来的时候, 总还有个人惦记你的去向。 我以前跟你一样, 立志要成为一座孤岛, 恨不能死前自己挖好坑躺在里面, 因为我们骨子里, 都觉得没有人会真心 食意掉一滴眼泪, 其实不是。 敏江西又拨好了一盘螃蟹, 放到江东面前。 蒸不来的东西, 就不要蒸, 谁先放手, 另一方, 就是被不要的, 高姿态, 别把自己帮太紧, 试着接受真心食意对你好的人。 刚开始一定会害怕, 适应之后你会发现, 没有那么可怕, 我们最不缺的, 就是愈合能力。 说吧, 不带江东回应, 李江西博的一句。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们家态度啊, 孩子我们一定要, 相欢可接可不解。 我跟你说这些, 也不是求你答应我小姨嫁给你爸, 而是看在, 大家相识一场的份上, 给你一些过来人的经验, 毕竟我们的生活宗旨, 都使人要为己。 做这么多, 不就是为了少点不开心吗? 何口难为自己? 你连你小姨子受点委屈都不能忍, 现在可以接受他肚子里的孩子没命没分? 没命没分不会没爱, 没必要去你家里顺你白眼。 江东看着面无异色, 实则心里被戳倒, 他有名有分, 偏偏没有爱。 敏江西举起杯, 江东抬眼, 他说, 干嘛, 吃完螃蟹就忘了爸爸? 江东也不肯吃亏, 抬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你也可以把我当你爸咯。 敏江西面无表情地说, 坚引去跳江。 江东没忍住笑了, 因为知道这话一语双关, 就算他爸坐在这里, 他也会叫他去跳江。 邮轮行至江中, 四面望去皆是无尽的水。 船上, 敏江西跟江东有一搭没搭地聊着, 说是聊天, 实则动不动是互戳软肋。 江东不服敏江西比他倒横深, 非要释出他的底线在那儿, 问道, 你妈怎么死的? 本以为敏江西会拒绝回答, 谁知他一句概括, 他爱我爸。 江东沉默。 你妈呢? 巧了。 你爸刚爱我小姨。 一句话, 戳得江东血肉模糊, 差点一口气没倒得上来。 两人喝光两瓶白酒, 敏江西拿着高脚杯, 不急不缓地晃着里面的红酒, 说。 你们家的秘密, 你爸守了这么多年, 现在愿意为了我小姨给你摊牌。 说吧, 他仰头喝酒, 江东看着他, 觉得他是个嗜血的女魔头, 那壶不开提那壶, 果真如他所讲, 完全不是来求他的态度, 拒拒带刀, 字字万新。 江东一仰头, 喝光杯中酒, 不冷不热地道。 少刺激我, 对你小姨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没好处啊。 敏江西不以为意。 行了, 你那高傲的自尊和脆弱的心理, 只能支撑你离他们远远的。 江东不爽, 又被他看穿, 张口一句。 我雇人不行啊。 敏江西懒得搭理他, 江东瞬间觉得更丢人, 倒酒, 喝酒, 不敢再无端招惹他, 逃不到什么便宜。 两瓶白酒, 两瓶红酒喝完, 敏江西叫了店员进来, 又要了两扎啤酒。 江东已经喝不下了, 但是不想在敏江西面前认怂, 一边跑厕所, 一边硬听。 不能喝就算了啊。 我们来玩真心话, 不敢说了喝酒。 能说出这种话, 一看就是喝高了。 敏江西神色清明。 来。 让着你, 你先问。 你今天为什么上我车? 想看你用什么方式求我, 无论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答应。 敏江西不语。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如果没有我小爷和你爸的事, 你是我黑名单里的人。 现在, 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 江东不知可否。 你会伤害我小爷吗? 江东喝了一杯酒。 我要是伤害他, 你会怎么做呀? 故人干掉你爸。 江东不仅笑出声, 还笑到眼泪流, 一时疏忽摘掉了戴了一天的墨镜, 露出那双早已经泛红的桃花眼。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侵占? 江东看着敏江西, 还有点抽搐, 似笑非笑地说。 有些人讨厌不是天生的吗? 酒不够随时叫人拿。 江东沉默片刻, 出声道。 我妈死了那天, 打电话叫我放学早点回家, 青男儿发疯似的拖着我一起打架。 等我打完回家, 我妈尸体都凉了。 他声音如常, 表情也没有任何的喜怒。 敏江西却瞬间了然, 这世上怎么会有无缘无故的恨呢? 他问过秦湛。 秦湛只说, 两人从小学就不合, 具体因为什么事情起冲突, 早就不记得了。 印象里, 江东有段时间突然消失一样, 没去学校。 再后来, 听说他妈死了。 在秦湛看来, 打架是两个人的日常操作, 他根本不知道南月哪天出的事。 不等敏江西反应。 你喜欢青男儿什么呀? 这个问题着实困扰我很久了, 我都没办法跟阿静去解释, 因为实在想不通啊。 就是看他哪哪都顺眼, 你让我找他的优点, 比找缺点还慢。 王八看了一道吗? 是。 说吧, 无缝险接地问。 你有试过真心实意喜欢一个人吗? 没有。 劝你找个女朋友, 自己有恋爱谈, 就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拆散别人的恋爱上。 想要别人爱你, 先学着怎么爱别人。 我看你就挺好, 要不你一声作则开刀我一下? 我跟你谈恋爱的下场, 只能是这世界上, 多了两个心理畸形的患者, 我好不容易才上岸, 跟你非亲非故的, 点到为止, 没必要更有卫因。 江东忍不住笑, 想想他跟敏江西互相取暖的画面, 真的太好笑了。 可是笑着笑着, 伸手挡住眼睛, 敏江西说他已经上岸了, 他还在水里苦苦地挣扎, 人只有一颗心, 却非要装下七情六欲, 人心不足舌吞相, 被折磨都是自找苦吃。 游轮在不知不觉间折返, 江东早已被敏江西喝趴在一堆酒瓶子,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每每想戳他的软肋, 结果无一例外地被他挫的裤都找不到掉, 难过到极处, 江东还想挑江。 何必, 相间何太急? 江东气不过, 漫敏江西是神经病, 马秦战士有病才会喜欢他。 志同道何也是我们的缘分, 不像你, 有病还没人爱, 江东依稀记得, 他最后喝的两瓶酒, 不是为了心疼自己, 而是想喝醉了, 眼不见心不烦, 他不想再看到敏江西了。 看着趴在桌上的人, 敏江西拿手机发了条微信, 不多时, 包厢房门打开, 秦战走进来, 目不斜视, 站在敏江西身旁说, 还有十分钟靠岸, 去我那边。 帮个忙。 帮个忙。 撇了撇江东的方向, 秦战下意识地聪眉。 给他续费, 就让他在船上待着, 别给陆地上的人添乱。 敏江西去拽他的袖子。 帮帮忙嘛。 秦战逆着他, 眨来眨去的大眼睛, 一声不吭。 十分钟后, 甲板上, 江东恍惚间睁开眼睛, 眼前人头攒动, 他也好像在移动。 慢慢侧过头, 身旁有个挨着很近的人, 看侧脸还有点熟悉。 秦老二。 第367集 秦战扶着江东, 脸上满是嫌弃。 敏江西打开后车门, 他毫不犹豫地把江东扔进去, 像是甩麻袋。 敏江西刚咬低头, 秦战抢先, 把江东的腿提进车里, 关上车门, 蹙眉道。 没本事还学人借酒交仇? 秦战抬手, 扫着身上看不见的脏东西, 敏江西忍俊不禁地说。 要我说实话吗? 秦战看向他。 他酒量比你好一点。 秦战顿时黑了脸, 敏江西笑声更大, 赶紧拉着他的手说。 哎呀, 开玩笑的。 秦战笑不出来, 敏江西晃着他的手说。 别这么小气嘛。 秦战绷着脸。 我一个人在船上坐了六七个小时,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我才吹江风, 我还要忍着恶心把他扛下来。 敏江西主动上前, 抱住秦战, 拍着他的后背轰道。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今天牺牲非常大, 我正准备回去, 给你颁个杰出贡献奖。 秦战没出声, 敏江西贴着他抬起头, 见他正垂目, 腻着自己。 左右看看, 四甲无人, 敏江西很快点起脚, 亲了他一下。 秦战还想装一会儿, 但是唇角忍不住微微上扬, 敏江西拉着他的手说。 走啊, 去开车。 我还得给他当司机, 欠他的。 好人当到底吗? 我只想送他去西天。 敏江西暗自叹了口气, 他能劝秦战相善, 也能劝江东从凉, 但是劝他们两个和睦相处, 算了吧, 他没这本事。 回程路上, 敏江西偶尔回头看后座, 秦战不爽。 你总看他干嘛? 我怕他涂车上。 我说拿个袋子套他头上, 最保险, 你还不让? 敏江西明知他是气话, 还是哭笑不得。 你这方法好, 一劳永逸。 江东岂止是不用痛, 也不用活了。 难怪江月亭要嘱咐他多照顾江东, 八成是知道秦战也会来, 担心自己儿子的生命安全, 车子很快进入高速路段。 那同不同意? 不知道。 这就是事多。 别人结婚关他屁事。 敏江西知道秦战跟秦叶的父子关系也是很紧张。 不同于江东跟江月亭这种一点极燃的爆炸式模式, 而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佛系模式。 他给秦家定当家教已经一年多了, 连秦与安都见过几次, 还从来没见过秦叶。 秦战对秦叶的态度就是别人。 虽说父母的婚姻法律上不用真的子女同意, 但从情感方面, 子女有权表明自己的立场, 更何况人家的父子, 他很态斥, 我小姨也不会心安理得。 我要是生了个这么讨人厌的儿子, 我也死活再要一个。 敏江西忍不住付费, 在父子关系这一块, 大家多半半斤八两吧。 他没敢说出来, 秦战侧头瞥了他一眼。 想什么呢? 敏江西马上面不改色地说。 你在船上吃饭了吗? 秦战闷闷不乐。 随便吃了点。 等一下把他送到酒店, 我带你去吃饭。 我还不饿, 先回家了, 你想好怎么跟小姨说了吗? 他想得很清楚, 江东要是不同意, 他就只生孩子不结婚。 反正现在单亲也能上户口。 你别太好强, 别给小姨太大压力, 也别把自己弄得不开心。 我能怎么办呢? 他开心就好。 敏捷的软肋是江东, 江东的软肋是江月亭, 而江月亭的软肋是敏捷。 敏江西在其中顶多充当一个缓冲, 他只能坚决地告诉敏捷不能不要孩子, 尤其是医生说了, 这个年纪拿掉很有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但敏江西没法再要求更多, 那样只会让敏捷进退两难。 整件事里, 大家都在小心翼翼, 就连江东, 看似多多逼人, 其实也是走投无路。 要不怎么说清官难断家无事呢? 家事, 讲不好对错。 秦湛怕敏江西不开心, 安慰道。 想开点无所谓, 哪有那么多必须啊, 生下来这么多人等着宠他, 还怕别人欺负他, 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我先跟你打声招呼, 你少乱宠。 宠弟妹不是应该的? 别人家里宠宠无所谓, 你一宠叫上天。 秦湛突然想到了什么, 边笑边说。 秦家定一直心烦自己下面没人, 荣昊跟他年纪最近, 辈分又长了他一轮, 现在好, 他没盼到我们生孩子, 活活又给自己降了一辈。 敏江西闻言, 勾起唇脚道。 是啊, 他有管我小姨的孩子叫舅舅或者小姨吧? 以后见面谁要给谁发红包啊? 敏江西想想那副场面都好笑, 虽然没明说, 但他感激这一刻, 幸好有秦湛在身边。 是他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他的固执, 也让他没有之前那般锋利和咄咄逼人。 不然这件事情放在从前, 要么他逼江月亭必须取, 要么他逼敏捷必须分。 没有中间, 没有商量, 他会自以为用最理智的方法 去权衡利弊, 把伤害降到最低, 却完全忽略掉人是有感情的。 不是理性的得失, 才是最终的得失。 当他昨天跟敏捷聊到可以不结婚, 但必须要孩子的话题上, 敏捷很惊讶, 直说以为他不会同意。 那一刻敏江西就知道自己变了, 被另一个人改变, 这是他曾经最集会的事。 但此时想来, 阿战, 敏江西突然开口, 嗯? 我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 秦战侧头看向傅驾, 敏江西责了一声, 看我干什么, 看路。 秦战意外。 你怎么了? 表白看不出来吗? 为什么跟我表白啊? 敏江西绷着脸, 认真地思索。 可能是因为你是我男朋友吧? 他一腔热血, 被秦战的不解风情给浇灭。 马上下高速, 我们直接去酒店。 敏江西不出声, 当然, 要去酒店, 江东还在车上。 要不是他在车上, 我们都不用去酒店。 敏江西羞地侧过头, 沉怒, 秦战一脸淡定地说。 我认你很久了, 你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 敏江西确实有些怕秦战的手段, 挑眉的。 我怎么你了? 两人在车上打琴骂俏, 车后传来男人的哼声, 敏江西转过头, 看到闭着眼睛的江东, 他是无意的, 正想说他这次表现不错, 没半路要吐。 结果秦战扶他刚进酒店房间, 他立马一歪头, 吐了秦战一声。 那场面怎么形容呢? 吓得敏江西退避三声。 秦战也是一时手足无措, 江直了站在原地, 江东头一歪。 雪上家说, 敏江西醋眉, 忍不住别开视线, 眉眼看, 只听得扑通一声, 他在门声望去, 江东已经趴在地上, 秦战气得脸色都变了, 咬牙切齿。 江东趴在地台上哼哼, 像是摔得不轻。 敏江西赶紧上前, 跨过江东, 拉着气猛掉的秦战 往浴室方向走。 进了浴室, 他抽了条毛巾要帮他擦, 秦战把毛巾接过, 出声道。 你出去了, 我自己弄。 没事,我不嫌脏。 我嫌得脏, 你快出去。 敏江西被秦战推出浴室, 站在门口说, 楼下商场, 你等我一下, 我帮你买件衣服。 不用, 你让客服上来拿。 敏江西给前台打了电话, 听到浴室中传来的水声, 迈步往客厅方向走, 看到一动不动, 趴在地上的人, 这才想起房里还有第三者。 走过去弯下腰, 敏江西企图把江东拉起来, 江东醉得跟死尸一样, 除了轻哼, 基本没反应, 他拉不动。 房间门铃响, 敏江西走去门口开门, 南客服微笑打着招呼,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麻烦你帮我个忙。 南客服跟敏江西进门, 看见一米八几的大男人, 脸朝地趴在那里, 神色一变, 敏江西忙道, 他喝多了, 我一个人抬不动, 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主卧里面。 南客服上前, 闻到江东身上浓浓的酒味, 心里反倒舒了口气, 三个人往里走, 刚进主卧, 浴室房门打开, 只在腰间围了浴巾的情侦, 从里面走了出来。 南客服看了眼, 下意识地脑补了一场大戏。 敏江西把洗衣篮拿出来, 递给客服, 让他尽快烘干送过来, 一并给了小费。 带客服走后, 他凑到秦湛身上闻了闻。 嗯,香的。 秦湛刚咬低头闻他, 床上传来哼几声, 两人结实一顿。 秦湛侧头, 恶狠狠地瞪着床上手无寸铁的人。 敏江西赶紧抢在他发飙之前, 把人拉出房间。 敏捷给敏江西发信息, 问他在哪里。 敏江西把电话打过去了。 我在家对面酒店, 江东喝多了, 我跟安上刚把他送回来。 我叫你江叔叔过去看看他。 好, 他过来我们就回去。 二十分钟后, 江月亭来到酒店, 手里还提着一个保温壶。 敏江西一眼就认出来, 他家里的。 宁小姨凹陷流汤耽误了一会儿, 你们累一天了, 快回去休息吧。 双方打了声招呼, 敏江西跟秦湛出门, 临上电梯前, 他给江月亭发了消息, 内容是。 如果可以的话, 请您后多出点时间陪伴江东。 不多时, 江月亭回复。 我会的, 谢谢你们。 敏小姨中胃口不好, 试得不多, 你回家是劝他再多吃一点。 敏江西能从江月亭的自立行间中, 感觉到他对敏捷是真心的, 不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只因为他。 放下手机, 江月亭看向躺在床上的江东, 江东不舒服, 睡觉时都在皱着眉。 江月亭起身, 把保温壶打开, 里面是敏捷现熬的甘蔗汁。 他倒了一杯, 小心又不熟练地扶起江东, 喂给他喝。 江东通成眉睁眼, 喝完继续睡。 江月亭就坐在旁边看着, 脑海中努力搜寻着关于江东的记忆。 江东小时候长得特别漂亮, 又白, 南月会给他穿裙子, 像是羊妈妈一样。 但他性格一点都不女生, 调皮捣蛋, 一天到晚不惹点事出来, 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 在江东两岁之前, 江月亭跟南月之间的矛盾 还没有那么明显, 两人偶尔口角, 也都有耐心互相给台阶下。 但是时间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他能在不知不觉间, 把喜欢变成讨厌。 缺点盖住优点, 甚至让人怀疑, 一段婚姻如此压抑, 是不是从最开始就选错了人。 他一回家, 南月就不高兴, 他索性不回。 他不回, 南月又要找机会跟他吵。 好几次被江东撞见, 江月亭可以收声, 南月却做不到。 久而久之, 江月亭不敢再回家, 他本意只想躲着南月, 结果连江东也疏远了。 待他发觉江东对自己的态度冷淡, 想要靠近时, 江东早已习惯了没有爸爸的生活。 二十岁, 不是两岁, 江月亭管不了他。 那些年, 每每江东闹出大动静, 新闻不报, 圈内人也都在背地里嘲讽, 任他江月亭事业再成功, 在生活中也只是个笑柄。 甚至有人说, 就算他死了, 江东都不见得会替他打翻。 江东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几秒后, 突然抬头往床边看。 待到看清身边是谁时, 脸色说不出的差, 江月亭拿起床头贵出的杯子, 出声说, 江东脑子里短暂的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知为何, 他会想到秦湛, 眼前的情况容不得他思前想后, 江东一把掀开被子要走, 江月亭拉住他的手臂。 东东, 我们聊聊。 江东把手臂抽出来, 面无表情地说, 说话就说话, 别动手动脚。 江月亭把杯子往前订, 头疼不疼? 江东不接杯子, 也不接话, 江月亭沉默片刻, 轻声道, 我给你道歉, 是我不好, 这么多年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 并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陪在你身边, 你妈妈不在了, 这时常最亲的人, 就只剩我们两个,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补救的机会, 我…… 江东突然从床边站起来, 往外走, 江月亭起身叫道, 东东, 江东头也不回地说, 用不着跟我这儿虚心假意的, 你爱跟谁结跟谁结, 我管不着, 他一路急行, 带着风冲出酒店房门, 带到进了电梯才发现, 自己脸色苍白, 脚上还穿着拖鞋, 到底还是妥协了, 不敢看江月亭的脸, 不是怕江月亭在撒谎, 而是怕无论真假, 自己都会没出息的心软, 算了, 敏江西有句话说得挺对的, 先放手的人, 最起码还能落个高姿态, 撒泼打滚, 只能更让人讨厌, 第368集, 敏江西刚做好饭, 跟秦湛和敏杰坐在桌旁, 敏杰手机响, 江月亭打来的, 不知他在电话里面说了什么, 敏杰明显愣了下, 眼睛瞬间湿润, 慢慢拍到, 你赶快回去, 我这边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敏江西跟秦湛皆是一闸不闸地看着他, 带到电话挂断, 就什么事了, 敏杰眼泪啪哒一下掉出来, 你江叔叔说, 江东同意了, 敏江西跟秦湛脸上, 没有任何高兴的表情, 因为理解敏杰掉眼泪的原因, 敏杰从没说, 我真的, 我们一帮人都在欺负他, 他想说自己真不是人, 你不用这么深的愧疚感, 江东不会因为你改变主意, 就算有人逼他也落不到你头上, 我下午跟他说了很多, 秦湛给敏杰弟纸巾, 开口道, 跟你们两个都没关系, 江东魂不令, 他自己不想通, 谁也逼不了他, 敏杰哽咽道, 他一定很想他妈妈, 要是南岳还在, 肯定不会让他受这种委屈的, 你要是觉得亏欠, 以后就对他好一点, 主要是劝他爸, 多花点时间在他身上, 这样, 他也不会看你这么不顺眼, 敏杰点点头说, 我会对他好, 我早说过, 我对他会比对我自己的孩子还好, 他太委屈了, 他控制不住哭出声, 敏杰西抽了纸巾, 帮他擦眼泪, 知道就行了, 我看你比他还委屈, 敏杰摇头, 我不委屈, 他一抽一抽地说, 你们所有人, 都对我这么好, 深呼吸十个数, 眼泪止住, 对孩子不好, 敏杰很听他的话, 马上深呼吸, 虽然有些不人道, 但秦战还是在憋笑, 敏杰西跟敏杰的相处方式, 真是让他觉得心里很平衡, 以前秦家定偷偷问过他, 为什么敏杰跟敏江西一点都不一样, 言外之意是, 为什么那样的小姨会养出这样的外甥女呢, 秦战起初也有些差异, 但很快就想通了, 正因为敏杰这么不懂事, 才会使得敏江西不得不懂事, 正因为敏杰那么活泼开朗, 敏江西才不至于一直活在童年的阴影之下, 总要有个人教会他, 什么是历尽千分后的善良, 江月亭说他要跟江东回深城, 敏杰一万个同意, 不用敏江西提醒, 他早跟江月亭聊过, 这些年始终是他亏欠了江东, 怎么补偿都不为过, 不仅他, 他也要对江东补偿, 不然凭什么要江东一次性接受两个陌生人呢, 隔天早上, 敏江西刚睁开眼就打给秦家定, 电话很快接通, 秦家定的声音传来, 你醒了, 我还怕你偷懒不起来呢, 我现在不用你脑筹, 几点半准张眼, 生活中疼得很不错嘛, 你在家里还在来一万啊, 家里, 阿金怎么样了, 还没生呢, 黄彩老师跟你联系了吧, 我不会跟人吃半寸, 你用我找胆战心惊吧, 谁胆战心惊了, 我日常关心下不行吗, 你奶奶还好吗, 敏江西扑斥一声乐出来, 挺好的, 他还问怎么没有把引起带来, 我没说明你要在家陪阿金代产, 不然他也比吃阿金的醋, 我在挑领我, 等学好了借过去, 哎别, 你姨奶奶什么都不缺, 有你这份心他就很开心了, 你别管了, 我自己安排, 两人聊了半声, 敏江西嘱咐他好好上课, 挂断电话, 拍了拍一直抱着自己的秦湛, 轻声道, 我去趟超市啊, 你多睡一会儿, 秦湛收紧手臂不让他走, 敏江西摸着他的头, 红着道, 去完超市食材又不新鲜了, 我中午给小姨炖鱼头豆腐汤,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秦湛在敏江西勃梗处埋了几秒, 而后闭着眼, 撑起上半身, 这是他一贯早起的准备, 你不用去, 在家睡觉, 秦湛眯起心松的顺眼, 沉声道, 一起去啊, 敏江西捧着他的脸说, 在家都没起这么早, 跟我来找罪手啊, 秦湛勾起唇脚, 轻声地说, 主要想在小姨面前落个好印象, 先把外甥女娶的人设立好, 心机难, 你还渣男, 十几分钟后, 心机难和渣男从卧室里出来, 敏杰昨天晚上睡得迟, 敏江西告诉他不用准备早餐, 让他多睡一下, 两人出门, 小区附近就有早餐间, 两人吃完早餐进了超市, 秦湛看见购物推车, 第一反应就是, 你手里有用逼吗? 敏江西人均不惊, 回想起他那一百块, 叫人找零食的画面, 你那时就喜欢我吧? 敏江西收起笑容, 侧头看着他, 目光迟疑中还带着几分嫌弃, 不喜欢我, 干嘛替我对别人啊? 臭你这么说, 都没人敢露见不平拔刀相助了, 你可不是什么热心肠的人, 一定是心里喜欢我, 看不得我受欺负, 敏江西懒得反驳, 是, 我对你一见钟情, 说话间, 两人进了超市里面, 随便挑, 喜欢什么我给你买, 你还能再大点声,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你保养的, 那我的品位确实有够独特啊, 别人都是保养小白脸, 我保小黑脸, 喜欢白的吗? 我就喜欢黑的, 两人一边往前走, 一边进行幼稚的对话, 逛完蔬果区, 来到生鲜区, 秦湛受不了鱼腥味, 敏江西派他去另一边买面包, 自己推着车挑鱼, 正认真看着, 身后传来一声, 敏江西? 敏江西转过头, 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推购物车的年轻女人, 两人目光相对, 几秒后, 宋秋阳? 女人笑了, 真的是你啊, 我在后面看了半天, 还以为认错人了呢, 敏江西同样勾起唇脚, 这么巧, 好久没见你了, 是啊, 初中毕业后就只见过你一回, 你怎么回汉城了, 听说你在生城工作? 啊, 加了有点事, 临时回来看看, 王允诺说你在生城, 回不来, 咱们十月二号同学聚会, 你还能来吗? 王允诺谁啊? 宋秋阳有些疑问, 你不知道王允诺吗? 敏江西忍真思考, 而后摇了摇头, 我没印象, 咱们初中一个班的同学, 她原名叫王燕燕, 敏江西回忆片刻, 哦, 是初操老师站在第一盘那个女生吗? 宋秋阳点头, 我还以为你们很熟呢? 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没怎么说过话啊, 毕业后也没有见过, 我都不知道她改名字了, 宋秋阳满脸叉色, 那就怪了, 敏江西觉得不对劲, 怎么了? 王允诺在群里提过你好几次, 之前与我老师生病, 大家提议去医院探望, 王允诺说她联系你了, 你说没时间, 还有一次群里有同学求助, 家里出事, 希望大家帮忙, 先凑个十万块钱就急, 王允诺给了三千, 说你现在混得不错, 找你帮忙, 结果给你发消息, 等了一天一夜, 你没有回她, 敏江西微微醜眉, 这都是她说的? 嗯, 宋秋阳点头, 班级群我也有, 我看平时都没有人说话啊, 你说的是, QQ群吧, 现在早改微信了, 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最早一次, 王允诺提到你, 就是班级里弄微信群的时候, 他主动说负责通知你, 但是你不想家, 敏江西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这些事我完全不知道, 宋秋阳惊诧, 那你也不知道, 十月二号班主任过生日, 同学聚会的事, 敏江西破罐子破碎, 我想听王允诺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男朋友, 跟秦湛是好哥们, 他前几天陪他男朋友去深城谈生意, 跟你见过面, 你现在挺难的, 一面是秦湛, 一面是处境行, 选谁都不行, 得罪谁也不行, 还说秦湛喝多了, 来找你们, 你们俩吵架, 他在中间劝, 反正那意思, 你现在没有时间, 也没有心情, 跟我们这帮人玩, 宋秋阳支支吾吾的, 敏江西言简一概, 他那意思, 我脚踩两条船, 招情不除, 宋秋阳是实在人, 没有添油加醋, 只如实当, 我还好奇, 你跟他关系好像挺好的样子, 怎么往外说这种话, 原来你根本就不知道啊, 敏江西笑得无语, 我上学时候得罪过他吗, 宋秋阳出众时, 跟敏江西当过一阵同桌, 两人相处的还算不错, 温言坦诚地说, 我记得, 有次隔壁班男生欺负他, 你还帮过他呢, 是吗, 敏江西眸子微挑, 我不记得了, 就是因为你帮过他, 大家才觉得, 你俩现在有联系也不稀息, 关键他跟上学的时候不一样了, 不仅改了名字, 脸也整得像网红, 之前见面开跑车, 好像挺有钱的, 他说他男朋友家里很有钱, 车是他男朋友给他买的, 他男朋友每个月给他二十万零花, 还不算大减, 反正给大家感觉就是发了, 他还说过我什么, 宋秋阳拿出手机, 最近几个月的记录应该都有, 两人凑在一起开手机, 秦站买完面包走近, 站在敏江西身边, 他都没理他, 反而是宋秋阳, 余光瞥见有人离敏江西很近, 抬头看了眼, 而后眼睛逐渐瞪大, 敏江西抬起头, 面不改色地说, 这是我春中同桌, 宋秋阳, 秦站点头, 你好, 宋秋阳猛了, 你好, 敏江西刷着宋秋阳的手机, 看着屏幕上署名王允诺的人, 大言不惭地聊着他和秦站, 甚至是处境行, 这种感觉惊讶多于愤怒, 惊多了就变成了恶心, 秦站闻不了于心味, 打了声招呼就去前面等, 敏江西看完, 抬头说道, 十月二号王爷爷去吗? 他说, 他跟他男朋友要是有空的话, 一起去给班主任庆生, 敏江西面不改色, 行, 你不用跟其他人说, 十月二号我也去, 这事还是当面说清楚好, 你跟他根本没有联系, 他干嘛在背后编这些故事啊? 敏江西勾起唇脚道, 你可真行啊, 上学的时候就要给我讲故事, 这么多年没有见, 刚前面送个大瓜给我, 宋秋阳也笑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故事? 怎么不记得呀, 我不看电视, 当时电视上火的什么剧我都知道, 你每天早上跟我讲, 讲得生情并茂, 比直接看还有意思, 所以你是学霸, 我是学渣, 我把时间呢, 都要在看电视, 给你们讲故事上了, 你每次考试也都前二十好不好? 还不是抄你的, 后来不搁你一桌, 我的成绩啊直线下滑, 家里还以为我早恋, 偷偷摸摸啊, 想翻我笔记本, 我根本就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敏江西笑点滴, 笑得不行, 宋秋阳憋憋嘴, 你还跟小时候一样, 我还以为, 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玩了, 小时候您跟我讲了这么久的故事, 现在是时候还您场戏看了, 十月二号, 不见不散, 看看到底是我在撒谎, 还是他在撒谎, 宋秋阳下意识地说, 你也别把他搞得太难看, 他说他男朋友的妈妈家里都是混黑的, 没必要把他得罪狠了, 他越说声音越小, 还四下观望, 敏江西余光瞥见站在水果摊前, 正乱教小朋友如何挑水果的勤战, 忍不住笑了笑, 出声道, 放心, 我是安分说紧的人, 知道什么话能说, 什么话不能说, 秦湛给身旁四五岁的小姑娘, 拿了一颗柠檬, 小姑娘接过, 仰头看着她问, 这个甜吗? 这是酸的, 我要甜的, 您场喜欢吗? 妈妈说, 要我买柠檬, 柠檬就是酸的, 那你能帮我挑一颗甜的柠檬吗? 我要是挑不好, 你会不会生气啊? 小姑娘摇摇头, 秦湛递给她一颗, 小姑娘妈妈走过来, 有没有谢谢叔叔啊? 话音落下, 无意间看清秦湛的脸, 明显一愣, 而后欲言又止, 秦湛心情好, 直接回头看了 也敏江心所在的方向, 大方说, 我是陪女朋友来的, 小姑娘妈妈 时常在网上冲浪, 没想到, 见着活的秦湛和敏江心, 开心的不行, 赞了句, 我们汉城女婿就是好, 请大早陪女朋友逛超市, 汉城女婿洋洋得意, 汉城人民还是挺可爱的, 第369集, 江岳亭跟江东回到了深城, 敏捷打电话, 三令五深的不许他马上回来, 让他在深城陪江东, 正好九月底, 马上就要放国庆了, 敏江心也不着急回去, 跟着秦湛一起在汉城陪敏捷, 大家时间上正好错得开, 十月二号晚上, 敏江心来到临川酒店, 刚进门就有服务人员迎上前来询问, 我来参加潘凤云老师的生日宴, 二楼左手边, 清风亭, 谢谢, 来到了二楼, 敏江心刚一拐弯, 就看到走廊中站着几个人在说话, 其中一个就是, 宋秋阳, 宋秋阳看见敏江心, 笑着跟他摆手, 带到敏江心走近, 另几个同学都说, 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这么好看, 敏江心跟几个人打招呼, 虽然大家都跟上学时的改变很大, 但是叫得出名字, 王璐压低声音道, 秋阳刚跟我们说前几天在超市碰见你的事, 太吓人了吧, 我们都以为你跟王允诺关系很好, 敏江心微微耸肩, 表示无奈, 林子大了, 什么娘都有, 你们怎么不进去啊, 不会再等我吧, 不想骗你, 等你是其二, 主要是不想在里面待, 个人不是一个圈的, 聊不到一起去, 敏江心眼带疑惑, 宋秋阳低声解释, 王允诺还没到, 他男朋友在里面, 刚聊天说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这个月各地出席奠基仪式, 东京, 巴黎, 墨尔本, 到新加坡各地飞, 才回来, 还在导时差, 都坐到国外去了, 看来大公司啊, 什么地产, 我没忍住问了一句, 他说是月喜, 我还偷偷用手机查了一下, 月喜这个月, 确实在国外开了好几个大盘, 敏江心更为疑惑, 月喜不是江月婷的吗, 他说江月婷是他叔叔, 敏江心瞬间笑出声,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江月婷还有其他兄弟, 宋秋阳撇嘴, 反正他叫江蕾, 咱也不敢问啊, 也不敢说, 几个人在外面聊了两句, 对面的房门打开, 有人出来接电话, 看到敏江心很是意外, 第一反应是, 哎, 王雨诺不是说你有事回不来吗, 敏江心哭笑不得,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不知道他之前在跟谁沟通, 我是前两天才知道班主任过生日, 对方傻了眼,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 敏江心推门进去, 包间不小, 有两张可供二十个人同坐的大圆桌, 还有一块休闲区, 此时不少人都坐在休闲区的沙发上, 目不转睛地看着同一个人, 而那个人背对敏江心, 却听得他道, 我妈的生意, 我很少参与, 都是雨诺在帮她, 你们跟雨诺关系熟, 可以直接去找她, 我不懂啊, 为了你别生气啊, 现在做补品是稳着不赔吗, 燕窝鱼翅什么的, 普通工薪阶层的人消费不济, 受众层面就很窄, 但是利润空间很大, 一盒上万甚至十几万的燕窝, 成本只有几十分之一, 水分这么大, 还要人买啊? 没办法, 原产地总共就那么几个, 基本都是垄断模式, 而且消费者已经养成了这样的定价模式, 他们不会觉得价格偏高, 有人搭话, 有钱人就是吃个贵呢, 许是大家太聚精回神了, 敏江西进来半晌才有人发现, 并且神色诧异,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表情变化, 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敏江西的男人也转了头, 势张干净, 帅气的脸, 带着傅金斯兵眼镜, 乍一看倒是有几分傅家公子哥的模样, 敏江西跟他字母相对, 男人一眨不眨, 他主动上前, 微笑着问, 王雨诺还没来吗? 男人出声说, 您应该快到了,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敏江西灭不改色地说, 不用, 也没什么急事, 他好整以挟地观察着男人的一举一动, 不让他给王雨诺打电话, 也是怕他通风报信, 结果天公作美, 包间房门打开, 一个踩着绑带高跟鞋, 个子安矮的身影出现了, 他不是正列面对大家, 因为要开门让适应生进来, 两名适应生手里提着众多礼品袋, 女人关上门, 边往里走, 并说道, 不好意思同学们, 我来晚了, 刚去给大家拿了一点礼物, 路上耽误, 在人群中, 女人突然发现了敏江西, 明显表情一变, 而后笑着打招呼, 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说着, 不等敏江西回应, 朝着江蕾道, 你去给我老同学拿下礼物, 我们聊会儿天, 江蕾起身招呼大家, 女人来到敏江西面前, 边笑边说, 我好想你啊,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敏江西看着面前这张脸, 已经是整得几乎看不出原来上学时的模样, 没有身高还是原来的配方, 踩着快十公分的高跟鞋, 还只是到她眉毛这里, 突然间敏江西很是好奇, 想看看她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所以并不急着戳穿, 面色如常的道, 也是刚回来, 自己回来的吗, 男朋友也来了, 王雨诺挑眉, 哗, 在哪儿, 哦, 她们在这儿, 在家, 你怎么不带她一起来啊, 好像老同学都脱家带口来的, 听说你男朋友跟她很熟, 王雨诺面不改色地说, 啊, 有过生意往来, 都是她家公司的人, 和你男朋友公司的人私下沟通, 他们两个应该没见过面啊, 敏江西有点佩服此人的心理素质, 撒谎面不改色心不跳, 真仗着身边没别人, 不久, 班主任来了, 大家都像是金兽型一般红着, 开开心心, 热热闹闹, 敏江西从没想过, 把这样的场合变成决斗场, 绝口不提, 王雨诺在班级群里, 说过的那些话, 也正因为他没表示出丝毫的异样, 饭桌上, 才有同学主动拿起酒杯, 敬王雨诺, 老同学, 这也被我敬你, 我们这些人里啊, 数你现在混得最好, 也数你最有人情味, 没有忘记大家, 什么好事都想着大家, 此话一出, 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提起酒杯, 表示赞同, 剩下的人跟风, 敏江西隐约嗅到了一丝不对, 果然听到王雨诺说道, 今天崔老师生日, 我们主要是给老师净生, 别的什么都不提, 都在酒里面, 班主任五十岁生日, 蛋糕是王雨诺订的, 五层, 车子推上来, 一人多高, 听说饭店也是他安排的, 两桌酒席, 龙虾鲍鱼应有尽有, 开的红酒是江磊从家里拿的, 上面全都是看不懂的外国子, 就连人手一份的伴手礼, 都是小份的精美燕窝, 王雨诺跟江磊皆是一身名牌, 种种迹象表明, 的确是有钱人的做派, 可就一点想不通, 干嘛背地里拖着敏江西呢? 酒过三巡, 桌上时常有人起身去洗手间, 宋秋阳走后不久, 敏江西手机响, 低头一看, 是宋秋阳给他发的微信, 内容是, 刚才, 罗峰去洗手间, 听班上男同学说, 咱们班里, 不少人私下都在跟王雨诺做生意, 什么生意? 说是做燕窝花椒, 反正就是那些美容养颜的东西, 很多人都投了钱, 此话一出, 敏江西瞬间了然, 很快到, 哪家投了多少? 都不一样, 有人三五万, 有人七八万, 他们说, 送过一个人, 这拿了三十万, 敏江西还在桌上, 正对面是王雨诺和江磊, 他低着头, 笑着发微信,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跟男朋友, 其实他打得自食, 投了多久, 见到生意了吗? 你等一下, 我还在跟罗夫聊, 桌上有人主动跟敏江西说话, 你是十一放假才有空回来吧, 还走吗? 还要回山城, 都说先行一节课好几千甚至上万, 真的假的? 有些很牛的老实确实很贵, 有钱人太多了, 一节课我们一跪的工资没了, 有人的, 那你也是有钱人, 我俩月工资没了, 在座的都是有钱人啊, 我没工资啊, 你行了, 自己当老板, 当然不用拿工资啊, 桌上说说笑笑, 有人主动跟王雨诺搭枪, 我记得你朋友家的孩子, 请的就是先行的家教, 是敏江西他们公司的吗? 是江磊的朋友, 我朋友在海城, 不在深城, 对方顺势问, 你跟雨诺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 说不定过几年长大, 还能请江西给你们当家教呢, 王雨诺不搭枪, 江磊淡笑着说, 还早, 雨诺不想结婚, 等他想结了再说, 真羡慕你们, 每天世界各地跑, 累了就回来休息一段时间, 王雨诺给身边的人加菜, 好不容易老同学拒绝, 别总说我们呢, 他有意插开话题, 或者说, 不想当着敏江西的面, 透露太多的信息, 敏江西微信也是有了新的回复, 直接是宋秋阳发给他的截图, 内容是跟罗峰的对话, 罗峰说, 最早只有几个人, 跟王雨诺一起搞投资, 赚了钱了, 所以, 人传人, 现在班上很多的人都加入进来, 宋威的三十万还不是最多的, 有人从银行抵押了五十万, 当了王雨诺的一个小合伙人, 就连班主任都把住房公积金提前取出来, 给了二十五万, 敏江西强忍着宋媒的冲动, 问道, 班上谁赚的最多? 男同学这边有人刚玩一个礼拜, 赚了七八万, 说女生那边有人赚了一两百万了, 谁啊? 宋秋阳等了一会儿, 回复说, 王雨诺说的, 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名字, 他都让大家别私下里联系, 互相问投了多少赚了多少, 如果互相攀比, 或者心理失衡, 那就干脆别玩, 男生这边也是特别好的几个人, 才知道大家赚了多少, 其他人的都是听说的, 敏江西了然, 收起手机, 不多时, 宋秋阳从外面回来, 面色无异地坐下, 跟大家一样吃吃喝喝, 等到去洗手间的人都回来了, 两桌人都是满的, 敏江西主动道, 晚上大家都有时间吧, 有些人说有, 有些人持观望态度, 你们谁选个地方, 不做东, 晚上开几个牌局, 不爱打牌的就KTV酒局, 好多年没见, 大家都有好的话可以聊, 此话一出, 开枪的人才变得多了, 有人提议这里, 有人提议那里, 你男朋友不是一起来汉城了吗, 小偷过来玩, 敏江西敏亮地说, 蛤, 你们去玩吧, 我俩晚上还有事, 这么晚还要工作吗, 我刚才没说, 江蕾朋友给他发微信, 他朋友爸爸出车祸了, 我俩等一下马上要去趟外地, 严重吗, 江蕾表情深沉, 刚说抢救无效, 桌上众人都跟着神情凝重, 这种时刻也不晓得说什么才好, 江蕾对王允诺道, 我去买单, 我朋友那边都疯了, 我们先走吧, 王允诺也是一副为难的样子, 倒了杯酒, 对主位处的班主任说, 崔老师, 这杯我寄您, 祝您生日快乐, 实在是不好意思, 要不是江蕾着急走, 我都想再陪陪您, 班主任马上拿起酒杯, 不说这些, 你们有事快点去办, 老师能见到你们, 已经很开心了, 王允诺竟催凤英, 江蕾起身敬众人, 跟大家道歉, 说着改日再聚的客套话, 敏江西看着两个人 一唱一和的表演, 觉得心奇不已, 不免说了句, 再等一下吧, 秦湛马上就到, 江蕾不跟敏江西对视, 王允诺拿起包, 跟江蕾边往外走, 边说道, 不行, 那边一直在催, 我明天回来找你们, 秦湛有事要找江蕾, 王允诺挽着江蕾的手臂, 脚步加快, 我让江蕾给秦湛回个电话, 江蕾伸手拉包间房门, 竟然没有拉动, 再一拉还是没动, 上下动了动把手, 没反应, 王允诺背对众人, 脸色已经变了, 直接伸手拍门, 开门, 门外没反应, 包间里短暂的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注视着门口的方向, 有人不明所以, 出声问, 怎么了, 门打不开吗, 王允诺不回应, 更加用力地拍门, 风员, 风员, 有人走过去帮忙, 门怎么都不开, 关键外面也没人印, 桌上有人嘀咕, 怎么办事的, 这么大个饭点, 连个人都喊不来, 越来越多的人神色各异, 门口, 王允诺和江蕾,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宋秋阳和王禄等人扭身看热闹, 两久, 现在要等一会儿, 应该很快就来, 他没说主语, 众人以为是店员来了, 王允诺却不敢搭枪, 绞尽脑汁的小逃离现场, 请不要失散选择, 我坐着这边去, 这边去找出院了, 我们来说没关系, 从来寄的小逃离现场, 我们来说明了, 巨人以为是店员在家库端, 一直在家库处的新闻, 我们来说没关系, 我们来说那个都可以恨的、 两久, 以及他找出院, 必须来说的这个预定责言, 不信任是一个多的 Constituc性, 那些存在我体着上去的 –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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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